喂 喂主管 我这里信号不好 我听你听 要是一流 还没冲到鼻孔车 你就别在这边了 小军 我们中筋了 你先走 我来听号 盗城 大仗 你必须放你 命死杜硝 杀盗城者 赶紧万良 关身三平 杀 这些 不会都是我撞死的吧 我杀了 什么情况 难道在拍戏 顾家长准备 上车 好 兄弟 你安全带系一下呀 何为安全带 我撞了人 得赶紧去死守 你在哪下车 下国女次在我边境 烧烧抢月 你撞了她 是功德意见 原来是在拍戏啊 吓死我了 不过 怎么没看到摄像机 摄像机 不是我夸呀 你们这倒计组 太逼真了 这摄像机 看不到就算了 连雪袋都看不到 还有啊 你们刚刚那个打斗 就跟真的一样 你这是真伤啊 我赶紧送你去医院 前面有一座城 你送我过去即可 你走开 走开 将军 大胆给他进展绑架将军 快点 我快穿越了 老朽 老朽医术有限 各位 还是另请高明吧 找 再去找别的大夫 娘 这满城的胎部都已经找过了 把这个女人拖出去 乱快打死 等一下 我说我救了她 你们不信 那我要是把她病治好 你们能不能帮我找 你懂 你懂 但是我也是在药店 叨个姐妹配药员的 看我变的 将军 伤口感染严重 普天之下 一无人可依 你一个黄毛小丫头 亲口呲黄 你骗了个老乌人 这咋一阵抗拥 这么多疼 荒唐 我行医多年 从未听过 什么扛得住 若是都能扛住 要老夫何用 将军若是能行 跪下来给你 叫三生公奶奶 你没见过 又不代表没有 你们就说一不一吧 反正不一太 既如此 就给你这个机会 若是我而活不了 陪葬吧 老夫人 官官不可 闭嘴 把他裤子脱了 什么 你不脱他裤子 我怎么在他屁股上打针了 男女受受不心 你的女人好不良耻 将军的伤在背部 与腹部 裤子做事 裤子做事 哎呦 你不脱他裤子 这是什么针 这是什么针 老夫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时间就是精神 快说吧 到底一不一不一 他真死了 娘 哥哥一向途中理性 若是他醒来知道 他被人剥了裤子 还被这女人看了 那他死了 那也得他醒的过来啊 怎么 还不下针 你不会 没敢让我真的 这么能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草啊 娘 这女人根本就不靠谱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并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怀他说什么 哼 无知小儿 撒谎都不打草稿 将军武功高强 尚不能安全退出 你凭什么 从乱军中救出将军 老夫人 他定是别国派来的奸细 你看过哪个奸细亲自送上门了 哥哥醒了 奇怪 将军真的没有性命之危了 你可吓死为娘了 你快点告诉他们 是不是我救了你 多谢姑娘审命相救 赵某欠姑娘一条命 那你岂不是救了哥哥两次 你刚刚不是说要跪下 叫我三生姑奶奶吗 叫啊 这 愿赌服输 姑奶奶 大点声听见 姑奶奶 哎 乖孙快起来吧 姑娘 你救了我儿的性命 又打败了下军 我们将军府和皇上定会中谢的 怎么谢 让我儿以身相许如何 以身相许就不用了 有没有金银财宝之类 这金银珠宝太俗了 还玷污了姑娘 结婚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她也不会同意的 对吧 姑娘救了赵某两次 一姑娘成亲 赵某 求之不得 还有没有别的答谢方法 有 把你交到刑部 先做论 什么答谢啊 分明就是要挟 看来我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了 你立了大功 皇上的赏赐很快便会送到将军 不过要拜堂的话 七天之后吧 也可 这镯子呀 是我们祖传的 我把它传给你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啊 谢谢老夫人 将军 左下差人明日在马场设宴 邀请您购工钱 设宴是在马场 这分明就是鸿门呀 若是回绝他 不能回绝 若是回绝了 只不定又使出什么交流 可是你身上还有伤 正因为有伤 还更要去 诶等一下 我那个车在哪啊 你带我们去找一下我的车 太子跟左相是义达这么做 分明是想害死我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 你马上就是这将军府的女主人了 是我的亲嫂子 那个女人的身份查出来了吗 没有 她好像就这么凭空而降 出现在树林里 发动一切情报啊 务必把它笔记查出来 是 本宫听说赵将军误入敌军陷阱 性命垂危 本宫那是担心不已啊 看到你无碍 本宫也就放心了 是啊 本相听闻赵将军马术过人 本相从大满国买了一匹小马踪 想跟赵将军比试比试 不知赵将军敢是不敢哪 谁不知道哥哥的追踪马 早在好样一站中就已经牺牲了 你这样做分明是为难我哥哥 赵姑娘 此言差异 如果赵将军不敢比试的话 可以让他新帝亲的山野剑妇 来比试啊 哈哈 你说我剑 很好 比试就得有彩头 你们说吧 你想比什么 那就交出兵权 此官回乡 可以 如果你输了 你跪下来给赵成科三个小头 喊三生爷爷 并给我五千两银子 赵将军 说的话 算 自然算是吧 哎呀 这匹马是本相从大满国花三千两黄金买的 可谓是日行千里 夜行八百 不知道赵将军能用哪一匹马来比试啊 你看这马汉竟然是红色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汉血宝马 赵将军的追风马已经没了 我敢打赌 赵将军这次收定了 不管我们用什么马 只要谁快就算谁赢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就用那辆神马 哈哈哈哈哈哈 你梦不是拿本相开算吗 要是一个铁盒子都能跑 本相这个滚 坐 好 那我们再打一个赌 如果你要是输了 就再给我五千两银子 如果我们要是输了 赵晨 给你洗个月的脚如何 杨洁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哥哥什么身份 怎么能给他洗脚呢 你们当我是傻子吧 别说你还没有嫁进将军府 就算你嫁进了将军府 你有什么资格让赵将军做这种事 我将这神马会赢 国家 那个女人真不是咱们安排的卧底吗 既然各位如此好性 那不如我也再赌一把 如果张三赢了赵将军给本公做三年奴隶任我差遣 如果你们输了就给十万两一次 十万两 未免太多了吧 太子爷 还想三思啊 怕什么 咱们的汗血宝马 还比不过他一个破铁盒子 赵将军 本公再问你一遍 他的话 算数吗 不算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这要把我哥害死了 娘子的话 这是我的意思 谁是你娘子 所下 赵臣是不是被这个女人下骨了 不过正合我意 刚好趁机夺了她的兵权 太子爷 不但要夺了她的兵权 还有她的兵 口说无凭 立次委屈 好 谁先跑到前方那个终点 拿到彩旗 再跑会远点 谁就胜 好 疯了 全都疯了 这到什么时候了 你们两个还有仙仙吃橘子 太子爷 你说这张侍卫都跑不那么远了 赵将军怎么还不动 不是被吓傻 赵臣 你现在认输 不丢人 哥 你赶紧的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对呀赵将军 你再不推着铁盒子追 你就要给本宫当三年奴隶了 哈哈哈哈 快看 赵侍卫拿到彩旗了 这个赵臣哪 马上就要成本乡的奴隶了 哥 你快点啊 水生 你上车了 太子爷 你说这个赵将军是不是个傻子啊 那个铁盒子本来就重 还上去两个人 这得多少人能推得动啊 他这是自作孽 不可活 哥 我不要你娶这个女人了 我不要她做我的嫂子 若曦 要不你也上来给你逗逗逗 我不要我不要 你快上来吧 火气这么大 给你这样话 怎么开啊 疯了 疯了 两个人就已经够重了 居然又加一个 杨姑娘 神马 是不是饿了 要不要给她喂些草呀 没事 老毛病了 多启动几次就好了 你倒是快点啊 要不我下去把你推吧 别着急 哈哈哈哈哈哈 大子爷 你看你看 那个铁盒子果然动不了了 我就说嘛 他要是能动 本官就把脑袋贴下来 让他们当成体 这铁盒子怎么跑得比飞的还快呀 快看 赵晨已经拿到彩旗了 张三 本宫命令你加快速度 快呀 你们这汗血宝马就这点速度吗 张三 本宫命令你加快速度 无论如何都要赢了第一 则 公砍了你的脑袋 小子 你快点急速 他就快追上咱们了 急什么 反正他们也赢不了 明日过后 你可得把杉马捆好了 这是大友在头搜索 怕什么 偷了他们也不会看 小子 快点 再快点 马上就会起点了 快呀 小子 快点快点 你快追上他 他都快到终点了 本宫已经开始期待 找成个本宫西角垂背的画面了 偷了 小子 你也太厉害了 小子 不可能 不可能 坐下 这绝不可能 你们 你们一定是作弊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作弊 堂堂太子也不愿赌服输 你们说我作弊 好 那你说说我们哪作弊了 你们骑的根本不是马 刚刚是谁说 只要我们比他快 不管用什么方式都算我们 更何况我一开始就说用我这什么马 你们也没意见 既然是赛马大会 那只能用马 这一场比试 不算 这么说 相爷是不认了 弟兄们 相爷敢赌不敢输 弟兄们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 太子爷 要是闹到皇上那里 也不好办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那现在怎么办 就这么放过赵臣 留得青山在 画面才说嘛 赵将军言中了 本宫向来一言九鼎 左下 把十一万两交给赵将军 啊 十一万两 本宫的十一万两 由你出了 本宫没钱 我的太子爷 万万不可啊 降服 没这么多饮啊 那是你的事 你们低估什么呢 十一万两给不给 那干什么给钱呢 我 我就自己留一万 剩下十万两给你 等一下 刚刚是谁做 只要他们输了 就给赵臣喊三声爷爷 言读不住 请主将是不将你下跪 嘿嘿嘿 赵小姐 大家同朝为官 非这儿银子不值 你看这件事就 愿赌无输 你想不想赚钱 看看你帮我挡了一道子算啥 我帮你个忙 除非你再给三十万两 一个响头十万两 姑娘 你当个强契呀你 不给也可以 那你来吧 给他磕三个响头 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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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将军 听说你身上的伤 是杨姑娘医治的 哎 想必这杨姑娘的医数 也是极高的吧 后天便是五年一次的兜医大会 不知道二位 有没有兴趣比试一番啊 没兴趣 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跟一群古人比来比去 如果你们赢了 本宫就跟皇上请旨 分发军饷 楚国离年灾乱 皇上已经生了三年没有发过军饷了 要不是哥哥拦着 将士们恐怕早就暴乱了 饶是如此 将士们也言是爱生财 太子 此言当真 我一国太子 难道还会说谎吗 好 这个赌 我赵臣定下 你傻呀 他是去跟皇上请旨 你自己自己去 皇上相信浩义 我功高震主 只要是我所做知识 皇上都不会赢 赵臣 如果我赢了 本宫要你的脑袋 如果我赢了 我要将士们的军饷 好 一言为定 太子爷放心 老臣已经把帝都包括楚国境内所有的名医都请到了 我保证赵臣连一个大夫都请不到 好 左下 那个妖女医术到底如何 万一她这次又生了呢 太子爷放心 我查过了 她连一点医术都不懂 甚至连针灸都不会 当时不过是瞎毛捧上了死耗子了 最好如此啊 还有 无论你有什么手段 把那匹神马给我搞到手 你 你不说这马 你飞得还快吗 你又沉又重的 我不是这神马饿 所以才不愿 让你喂草你喂了吗 不长嘴呀 不吃 白血白血白嘴 找你乖乖的跟我问我 你保证好吃好好够 你放点你啊 这也 你看 这好像有个玩儿 哦 我明白 原来这大铁盒子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啊 住在里面 啊 什么包衣了 啊 什么包衣了 想不到左下还有这种雅致 是 半夜三更出来偷马 我怎么可能偷马呢 刚才喝了点小酒尿急 我出来啥子 哎他在这儿 我先给他被点草 他不吃 哎对 三更半夜的 您俩在干嘛呀 这是我叫 哦 你家啊 座强大人 您知道夏国龙将军是怎么死的 嗯怎么死的 正是这神马发威本 撞 啊 在 你撞的会是谁呀 我我我说你还有事 赶紧再去 赶紧再去啊 这些人的傻瓜样 把这神马都弄神了 神马跑得那么快 你想去哪啊 西北将军 属下把全场都找到了 也没有找到一个太医 军医呢 我们不需要很多军医 军医都高病了 城里没有 那城外 城外我也找了 都被躲向重金买走 连医馆都没人开 背成 一千几手把孟老挺出身 人果然想逃 哎正月 又是哪啊 哎 不要命了吗 也不会生股公开 别追了 咱俩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你就当镜花水月梦一场 这种人又骗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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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夕你死哪儿去了 现在才接电话 明天之内 要是不把三个月房租交了 你就滚出去吧 统体毕绿通通 毫无瑕疵呀 处所温润 真是极品好运啊 红书那您收吗 收肯定收 多少钱收 一万 十万 您不会说一千块吧 一千块我可不卖啊 哎 一千万 多少 哎 红书最近也没什么钱 生意也不太好 一千万已经是我能出的极限了 红书是从小看到你长大的 不会让你太吃亏了 这个玉卓 你就卖给我吧 来来来 成交成交 好顺女 这个玉卓 你是从哪弄来的 不是偷的抢的 也不是违法来的 您放心吧 好好好 我不问 我不问 以后 再有这样的好东西 一定要卖给我 红书还是那句话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说这后书 我这还有件好东西 您看看 值多少钱 怎么样 比那玉卓还值钱吧 历朝历代 也没见过这样的印章 只是 只质罕见 不过 又太新了 应该 不是骨售的物品 那你就说值多少钱嘛 还是一千万 来来来来来 你想什么呢 一百块 要就留下 不要 就拿走 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十万两银票啊 我自己刻一个印章 然后再找下这样的宣纸 我想印多少 就有多少 货币不同 真是太可怕了 等等等等 这印章挺特别的 我拍个照 研究研究 我说杨沁呢 你矿工就算了 送到美雪村的货呢 货在哪儿呢 我说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连我的电话都敢挂 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滚回公司 再敢迟到 以后你都不用来了 放心 是我 把您给炒了 找到夫人了吗 废物 那么大的将军法 连个女人都找不到 嫂子有神马 神马速度那么快 谁做的事啊 这过几日便是成婚的日 勤俭都发出去了 福利上上下下都布置好了 若是再找不到人 我们将军傅就会被人笑掉大牙的呀 郑月 郑月 夫人啊 看了一座山洞可以来回穿越 好像发达了 还知道回来了 我说了 我就回家请示一下爸妈就回来 是谁说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不欢迎我呀 那我走 哎 走走走走 我高掌你都会找疯了 就怕这帝都绝地三尺了 你以后别走了好不好 就是啊 庆儿啊 你看看 这里里外外我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了 走走走 快快快 老夫人 这是我从家乡给你带的点心 还是夹心的 你尝尝 若西姊 这瓶烧水送给你 烧水 是什么 打开瓶盖这样喷两个 你试试 怎么样好闻吗 要不为你自己在呀 还有我那个甜味 你想想我喜欢这瓶香水 哦 确实很香啊 秦儿啊 这个能不能也送我一瓶啊 可以啊 我这刚好还有瓶适合你 这喷一瓶啊 可以持续一天一夜 洗都洗不掉 老师 你哥有一个吗 有 这是什么 比火车子还管用 要是将军有如此神物 你口心情宽障 野地生活可就方便多了 这叫打火机 按一下就出火了 去去火车子罢了 大惊小怪 那既然将军喜欢 送给将军吧 那既然将军喜欢 送给将军吧 书下不敢 这打火机 还是给将军吧 哼 我是怕他们抢 好东西我都给你留着呢 没想到我一来 你就给我摆脸子 嗯 这条手电头 用时亮如白昼 军一天天就可以用上半年 以后啊 你再也不用怕走夜路了 这个叫指南针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他都能准确的给你指出 东西南北 以后啊 你也不用怕迷路了 这叫保温杯 以后啊 你行军打仗的时候 都能随时随地喝到热通通的水 我关心你吧 都不想要啊 那我拿去丢掉 送你的礼物怎么舍得得呢 小姐 孙姐 墨老在晋经途中伸然恶心 不幸生往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但是他的爱徒墨前晨来了 现在还在途中 传闻墨前晨的医术 比墨老有过之有无不景 有他在 应该会赢 都以待会马上开始了 咱们要不要先过去 也好 那把杨清姑娘也带上 杨姑娘 不是说她不会医术 上次只是虾猫碰上死后的 可不是人人都有那么好的机会 可以虾猫碰上死后 左相 这都什么时候了 赵将军怎么还不来啊 想必是赵将军 连一个大夫都请不过来 来这儿 那不也是丢人显眼吗 前两日赵将军是怎么说的 要是兜医大会他输了 就把自己的人头奉 左相 老陈在 还不速去取赵将军的人头 谁说我不敢过来 赵将军 你请的大夫呢 不会是一个都不敢来吧 莫老大爱徒引在路上 他恐怕不会来了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 不过是把他拖住罢了 兜医大会已经过了一刻钟了 如果你们将军府 没有人出来应战 那你们就乖乖把你们的脑袋亲自摘下来 给我们太子爷当球铁 杨姑娘帮帮我们主子吧 我真不懂医术 上次纯了什么意外 太子爷 他刚才说他不懂医术 你们将军府就这点实力吗 我要是你 早就磕头 谢罪了 太子爷 没准能留你一句全尸 我说这是谁呢 这不我乖孙陈大夫吗 见到你姑奶奶 还不赶紧磕头下跪 无知小儿 你乱讲什么 当初在将军府 你当众给我跪下 一口一声喊我姑奶奶 大家都是看到的 怎么 现在想耍赖 好了 你先到 把赵真脑袋砍下来 这个墨先生 怎么还没到啊 嫂子 你快救救我哥吧 不过这是个斗医大会嘛 我还不信 我斗不过你们是帮古代人 我来 你不是不懂医术吗 太子爷 咱们就给他们一次机会 让他们死的明明白白的 你有把握吗 九成 九成 这么多 九成 我会说 这是牛伯 年近古兮 双耳师聪六十年 你若能让他听见 就算你赢 可否 牛伯师聪五十年 左相大人 分明是在 维兰那位姑娘 我看他们就是处心距离 想要造相亲的性命 你们先治 如果你们能治得好 就算你们赢 这斗医大会已经过去一刻中了 相爷跟太子是给了你们机会 你们早就该烧高香了 好 我先来就我先来 不过我们得赌一个大的 哦 什么 你也想赌上你这颗人头吗 要是我赢了 你就给我一千两黄金 要是我输了的话 我就把我那神马给你 此话当真 当真 嫂子 神马无价 怎能轻易送给他来 相信我 钥匙兵 你去车的后座上 帮我拿那个盒子管 嫂子 你这凶手成车了 不过是 你爸 有什么可能 左相 本宫没听错吧 他说 他能治好五十年的耳机 简直是痴人说梦 静坐无畏的 嫂子 是这个吗 太子殿下 还不赶紧让人去准备一千两黄金 太子爷 我看这个里面是得了十心疯 他居然拿那个东西 都成年轻了 左相 本宫已经开始期待 坐在神马上飞翔的画面了 真揪都不会 还敢赌下神马 打死错念 不可活 你们认输吧 可是绝对不可能治好的 牛伯 你听到的跟我说一声啊 听见了 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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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 这这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他真的是牛伯呀 不行 你可以问大家 他真的 他就是牛伯 是呀 牛伯在我们柳川住了这么多年 半个低度的人都认识他 没错的 对 太子殿下 你说了 给我一千两黄金 废物 一群废物 左相 给一千两黄金 从你那儿出 孩子爷啊 我日前 输了四十多万 你笑 真的没名字了 那是你的事 谁让你办事不力的 左相 你要是不给一千两黄金的话 我家赵将军 可是要生气的哦 来人呐 回家 给他军洗两黄金 嗨 还有背骨将士们的军饷 本宫说了一局定输赢了吗 本宫一直说的是 三局两胜 你是太子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大胆 你是什么人 你敢顶住本宫 信不信本宫治你的罪啊 三局两胜就三局两胜 你说吧 下去比什么 大夫 大夫哪有大夫 快救救我娘 我娘被蛇咬了 快救救我娘 求求你们救救我娘 咬在哪里 这 被何物所咬 这 这是过山风亡蛇 剧毒无比 被他咬过 就算大罗神仙也没用啊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我娘 我要为你做牛做马 你娘腿不发黑 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是极致 还是准备后事吧 杨姑娘 要是你能解决他的蛇毒 第二局就算你赢了 太子殿下 未免他强人所难了 自古过山风亡蛇所咬 人处无存 杨姑娘如何一致 看来人运气好的时候 挡都挡不住 行吧 第二局比试我硬下了 要是我赢的话 我还有一千两黄金 家君小 杨姑娘 放心 什么时候敬我输过 好 这一千两黄金 太子爷出了 像没钱 左相怕事 难道你真以为 他能解开这蛇毒不成 你去拿血清 左相 这何谓血清啊 可能是 他想把毒腹里的毒 清出来了 一想天开 蛇毒已经蔓延全身 就算 把他血全放干 也不可能救活 太子殿下 您放心 这个妖女 必输无疑 我已经开始期待 赵臣被砍线脑袋的画面了 这是什么针啊 本宫怎么从未见过 这针里面是水吗 这好像叫扛得住 上次赵将军危难的时候 也是打了这针 就安人 漂亮 他要是能救哈拉夫人 我靠头 拜他为师 区区一个针 能解蛇毒 哼 不止两厘 你这会不会太少了 大夫 足矣 还不速速把赵将军脑袋砍下来 再把神马 拱手奉上 比赛结果还没出呢 你怎么找我输了 那个女人都还没醒呢 醒了醒了 他醒了 谁都已经解了大半 没有性命之忧了 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真天啊 天呐 杨姑娘 请你收我为徒吧 你要可以收我为徒 我什么都答应你 谁呀 杨姑娘 你也思想我吧 我愿意做你的同志 是啊 杨姨姨 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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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姑娘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快起来快起来 你要是啊 就去这位太子殿下 他呀给了几个一千两黄金 我像 杨姨 只跟皇上提议 至于皇上答不答应 那便是皇上的事 你耍赖 随你们说 书子 太子不可能帮我们的 这军想 还得我们自己凑 我自有办法 让他凑出 不是两千两黄金吗 给这一叠银票做什么 相爷说了 相府黄金不够 就这些银票 还是他东凑七凑 才勉强凑到 那就让他有多少黄金 给多少黄金 没有黄金了 黄金都拿去换这些银票了 只要说得对 黄金或者银票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银票拿回去分文不值 黄金可就值钱了 哎呀 我的好儿媳啊 你可是给我们将军府 大大长脸了 是啊嫂子 你送我的香水 好多贵妇仙仙都抢着药呢 圣词到 圣词来了 肯定是沁儿打败了下军 皇上给奖励了 可爱 奉天承认皇帝赵云 杨庆姑娘勤贼有毒 知苏达里克次分 将军赵臣 皇上就做这些吗 有 圣词都没念完呢 令封杨庆 为二品告命夫人 嫂子被撒得告命夫人了 是啊 十二品 十二品啊 你好像不开心 除了赐婚和婚告命夫人 没有其他的了 您还想要什么赐婚 皇上一上来就崩了你 这是多少人 求都求不来的 秦儿 你还不快给公公赏金呀 还一两啊 这也太扣子了吧 您查着前头 以后 你赵家的纸 咱家再也不来宣了 哎 公公息怒啊 最近我们将军府手头拮据 在日后宽裕了 一定会好好报答公公的 若不想与我成亲 我也不勉强 明日我便向皇上请坐 请他取消赐婚 咱俩结婚 是不是会收很多分屈 嗯太好了 那我们赶紧结 越快越好 你是自愿的 你是愿意啊 愿意 你在这里干什么 娘子这是要去哪 捡款钱 哦当偏婚新娘吗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价值不菲 放在府里怕被贼人偷了 所以想不能去安全 那娘子要去哪 回播陪你一块去 没这个必要 要 很有必要 要不还放在将军府吧 府上安全 你要干什么 今天是洞房花主页 你说我想干嘛 你干嘛 别动 那么大一个人了 也不知道保护自己 想要什么直接说 将军府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说 只要我想要的 将军府里的一切 我都可以搬走 好了 记得这些天别碰水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 我可以等 今天你睡床 我打地 赵晨 我跟你认识不久 你为什么要跟我成亲啊 衡阳一战 赵家的男丁 就只剩我一条血脉 你跟我成亲 是为了你母亲 早点休息吧 杏儿啊 你昨天晚上 睡得好不好呀 这个晨儿呢 从小就参军了 他对这个男女之情啊 他不太懂的 以后呀 还要由你 都挑战挑战 母亲 母亲 皇上听闻杨姑娘 医术高超 特请杨姑娘进宫 医治眼睫 我能不能不去啊 可以 违抗圣旨 罪当诊手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身吧 听太子说 杨神医医术高超 胜过扁鹊 朕的眼睛是越来越差 可能医治 皇上宁静 杨姑娘只是略懂医术 并不仅同父皇放心 杨神医 连四十年的耳机 与过山风舌头都能医治 定能治好您的眼睛 要是真治不好 也是他不可好好医治 若能医治好朕的眼睛 朕定会好好赏字 如若治不好 那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 您的眼睛是不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视力越来越模糊 尤其是看镜处的时候完全看不到了 正是如此 那您戴上这老花镜试试 不就是两块琉璃吗 得想治好父皇的眼睛 痴心妄想 这是什么仙术 竟如此神奇 真看见 不就是两块玻璃吗 怎么可能治得好 皇上 皇上 那我是不是有赏啊 大大有赏 封阳神医为 离品照命夫人 没有了吗 不可无礼 太后叫到 太后 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山 不好 您怎么来 哀家听太子说 阳神医可生死人肉白 哀家的眼睛看不到 也想 请阳神医看看 黄祖母 放心 阳神医能治好父皇 也定能治好您的 黄祖母瞎了几十年了 我不信她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有办法吗 还是 别给太后一副老花镜试 你有点棘手 太后 您的眼睛是看不到近处 还是看不到远处啊 哎呀 什么都看不到 那估计就是白内障了 多为白内障 是一种眼疾 得做手术 那还能治好吗 能 就是有些麻烦 哀家 你怕麻烦 宫里的太医 让姑娘吊起 还有药材 姑娘用 只要能治好哀家的眼睛 怎么 还用难言治理您 黄祖母 阳神医明明能治好您 却故意不肯 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 儿臣 恳请黄祖母跟父皇 送送责罚于他 阳神医 还不快快医治 医治可以 不过得给我去现代 但我还有个条件 父皇 您看到没有 他这是威胁您呢 说是威胁也好 恳求也罢 我的要求就是 发报扣押三年的军饷 放肆 竟敢对朕这么说话 有何不敢 数十万将士守护国土 他们每天吃不饱穿不暖 甚至有多少将士致死 都没领到一分腹血金 大胆 父皇 赵臣这是要造反啊 儿臣恳请父皇 把赵臣砍头示众 闭嘴 三年军饷未发 还有理了 杨神医 你有所不知 楚国示弱 三国轮得欺负我楚国 并非楚国不乏军行 真的是没钱啊 不过 你要是能治好哀家的眼疾 哀家下职 国法一年军饷 皇帝不出 从哀家的私房潜力出 行吧 不过 医治你的眼疾 得跟我出宫一套 不可以带任何人 皇祖母 他们要谋害你呀 这宫里乌烟瘴气 我没心情医治 闭嘴 你们一个个 整天机智喳喳的 别说杨神医 哀家看了都心烦 哀家已经决定 谁能能出宫 皇祖母 万万不可呀 儿臣恳请父皇 太兵围主将军府 如果皇祖母有个外衣 就把杨信给赵臣抓起来 杨神医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快了快了 有埋伏 赵臣 盘他们 杨信 穿高还有太后 不可胡来 杨神医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呢 去做手术 乖 等你醒来眼睛就看到了 太后 你醒了 哎 我的眼睛能看到了 哎呀 杨神医 你的医术 真是天上人间 无人能比呀 哀家一定重伤 神经病 神经病 杨神医 你能治这病吗 我不能 那我要学学这 啊 是绝症 哀家的绝症 杨神医 你可得治好哀家 我错了太后 你没病 跟你说着玩 这是哪儿啊 这么一个个都奇装一扶的 哎呦 这不是杨亲吗 怎么 不好上班 可是扶老太太 做很好事呢 宋飞 你走你的阳关大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俩禽水不犯河水 你别在这儿找不痛快 是人自协啊 一个使乱器中的人渣 原来是人渣 这要是在大楚啊 得清猪笼的 你哪来的死老太婆啊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 大白 竟敢辱骂哀家 哀家要抄了你的九族 然然 把他给我拿下 杨夕 你这上哪找着神经病啊 你瞧瞧你 离开我之后过着什么生活呀 还是穿着一身体套 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阿玛尼 一件够了一年功夫 你这大热天也不怕我出废子 这的 谁谁小的 宋飞 你骗我说去加班 原来是被别的女生来医院了 不是宝贝 你听我解释啊 他这是在挑剥咱们之间的关系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宋飞 你就是个渣男 把我都搞大了还不管 这位小姐 你要是再不认清眼前这个人 你就是吓一个我 不是宝贝 杨婷你给我等着 没有完 推 都老娘 玩 哎杨婷 一女不死二 一鸡来与了他的骨肉 怎可见有赵将军成亲呢 程婷 演啊 怎么不继续演啊 呦 这么快就和好了 杨小姐去吧 我不建议你曾经跟阿飞交往过 可你故意挑剥我跟阿飞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也给我道歉了 大可刁民 敢让一品高命夫人给你赔礼 你也配 信不信哀家抄了你的酒足 赶紧给我滚 杨婷 你这都是找的什么奇葩呀 什么高命夫人 什么哀家 大妈 大清早就灭亡了 你还可是演戏呢 不是 你演戏呢 再怎么演啊 也演不出你这副软饭硬吃的 只要你们跪下 给我和阿飞扣三个少 就原谅你 听到没有 我们家娟娟呀 已经是对你们隔拜开恩了 还不赶紧照做 大胆 你要是你莫拉哀家 哀家什么时候收骨这等耻辱 要将他们的脑袋隔下 挂在成肉是中 若我说不能 上 将他们拿下来 啊 不说 大胆贼子 竟敢以下犯上 太后受罪 末将来迟 太后 娘子你们没事吧 赵将军 你来得及时 他们居然已会挨家 欺负杨省应 速速将他们拿下 抄了他们的酒族 怎么又来以神经命啊 怎么又来以神经命啊 末将李命 你这事吧 你这让他打我 我还抱紧他 哀家在此 谁敢抓我们 听我的 这 我不说了吗 在我的地盘 就得听我的 哇 这是神马吗 如此神速 这么多神马 若是都带回去 何愁踏不平 宴行下三国 快看啊 踢上神鸭的飞 要是能得到一批神鸭 岂不是能瞬移到边疆 这是房子吗 怎么那么高啊 住在上面的人 轻功也多高 才能宴上飞 佩服啊 连我的武功 都达不到如此近距 万里这些人 怎么一个个都 起装衣服的 那几个妇人 怎么穿得如此的入骨 伤风败锁 这是桥吗 怎么能架在海面上 哎呀 这些太一起一起了 外交根本都没看到过 好了 这就是我的厨所了 这是人能住的地方 我会得这样 能做笔子住在我 娘子 你放心 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住 你能别这么肉麻吗 娘子 你这个死丫手 我今天总算逮着你了 赶紧把这个月房都交了 不然 我让你搬出去 大大称父 在挨家面前大呼小叫 赵将军 把他拖出去 开了 是 不是说好 在我的村库 听我的吗 我们先去休息 我来处理 娘子 这村库 看起来颇为胸外 你确定你可以吗 太子我都不怕 还在这村库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在外去出差 房子已经给你挡过去了 您看看 下次早点叫啊 以后乱七八糟 来别让我家里呆了 听见没 杨沈亿 方才挨家和赵将军 商量了一下 依你现在一品高明夫人的身份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实在是不合适 我赵神的女人 怎么能住住这简陋的地方 那就赚钱买房 对了太后 早晨 你们这衣服得改变一下 你们要入江随俗 这个是手机 这个呢是开机密码 你俩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手柜 娘子 这手机能升到吗 这是变异后的机吗 艾家从未见过哎 对了 你俩以后叫我杨庆或者小庆 不准再要叫我娘子的 听到没有 好的 娘子 你在这干什么呢 大内侍卫都没跟来 这里人人都很怪异 我得保护你们的安全 这里很安全 到处都有监控 你快回屋休息吧 别在这守夜了 不是你愁眉苦脸干什么 这里的人会被发动大军 杀到我们楚国 这里太强大了 说的也有道理 你看什么呢 你快回屋休息吧 你要不然偷看我 你要不然偷看我 杨沈亿 你看 艾家这么穿 这不是有些别扭 完全不会 太后您现在简直就是个潮流老baby 娘子 啊 小庆 我们来古玩店做什么呀 小庆 你想要收藏古董 回宫之后 艾家动力几节不就得了 何必花那愿望去 我哪买的具古董啊 我是来买的具古董啊 是在卖古董的 虎叔 我又来了 又给虎叔带了什么好货 来 打开口看看 这不是府里的夜虎吗 他的意思是说 这跟他家之前的尿虎有点像 乌大的经验过呀 难得的是 保存的如此完好 就是里面的味道有点错 有点丧火 赵将军 没想到 你是个童子之声啊 小庆那么好的姑娘 你都能忍得住 虎叔那这到底值多少钱 五百万 行不行 一个夜虎值五百万 哎 男女说说不听 小庆啊 看着虎叔 从小带你不错的风色 你就别讨价玩家了 行不行 那行吧 那我这还有行火你再看看 这不都是府里的白剑吗 我怎么全带过来了 白剑 拿古董当白剑 是你傻了还是我傻了 一股一股筋了 我学药了 一股筋了 咱们的老啊 现在咱们钱货两斤 这货是我的了 小庆 你怎么喜欢自财呢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些钱都是我的了 我要一包 这些钱很多吗 我 好说 现在咱们钱货两清了 你可不能贪回 我是想说 我这里还有钱货 还有 老贝 这个地儿太小了 根本配不上你身份 上次能开出万年帝王子 纯属是韵女 我要不带你去吉他 杨庆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哪哪都是你啊 你一个月三千块钱的打工妹 没见过这么多古董吗 我告诉你 可千万别碰 碰坏了 把你卖了都买不及 笑话 区区几件不入眼的破烂货 有什么事我们家小庆赔不起 可不是嘛 阿家用来垫脚的都比他好得多 怎么又是你们这两个神经病吧 今天怎么不靠死了 哎呦 你这狗东西还敢辱骂哀家 赵晨 掌嘴 赵晨 掌嘴 你敢打我 再打我一个世人 小庆 你们家乡人怎么这么热情 不过癖好有些奇怪 宝贝 他们打我 打狗还得看主人 我乔军的男人你们也敢打 王叔 多带一些保镖来红扎虎玩店 你们死定了 小庆 快逃吧 他们一个是首富的千金 那一个是他的旅婿 你不逃就来不及了 逃 根本不可能的 我今天就是让你们知道知道 我拥有的金钱和势力 是你们不可仰望的存在 龙叔 安安你这里最好的家伙拿回来 瞧瞧 龙老 最近有没有新货呀 曾老大家过年 是我们的荣幸 请坐 好 钟叔 你来的正好 过几天啊 是我爸的生日 我想买些煎货送给他 你啊 快帮我长长眼吧 你爸爸眼睛很高 我可得好好看看 这可是宝物啊 软理清晰 造型独特 远点虎口 都奢侈精美 没有瑕疵 起码 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他是谁 狗豹啊 一点眼力价没有 还来逛狗玩店 你知道钟老是谁吗 钟老那可是 古玩界的泰山北斗 经他长眼过的古 没有一个十算 这是什么味啊 臭不臭 那是我用过的夜壶 自然有我的尿骚味 什么 你竟然往里面尿尿 这个是古董啊 价值连城 粗人 就是粗人啊 真是 暴天天物啊 钟叔 你再选一样吧 只有这个夜壶 才有收藏价值啊 可是这味啊 他太重了 这没什么 洗洗就好了 相信钟叔 对啊 你可以抱着这个夜壶 闻着赵神的尿包味一滴水 我又不买了 哎宝贝 你说会不会他们以前不知道这是古董 现在知道了 用激将法 故意不让咱们买呢 龙叔 这个夜壶多少钱 我买了 八百万 这个夜壶 就有可能是黄家的夜壶 八百万 你可一点不亏啊 我们好像 买便宜了 八百万 我买了 很包的 看到没有 我家宝贝八百万说刷就刷 你咋三辈子工都不一定赚得起八百万 我不信用的夜壶 你们还市肉珍宝 真替你们可 杨倩 你这哪找的神经病男友啊 要不你求求我 我可以考虑考虑 给你找个月收入四千块钱的 一千万 那个夜壶 我要 哇 小鲜蓉好酥啊 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 他叫曾浩 是一线当红明星 而且 他是周家三少爷 财力雄厚 仅次于乔家 你们可别得罪他啊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周大明星 怎么 好帅来跟我抢夜壶来了 过几天 正好也是五月 他也喜欢五月 不知 乔小姐 可愿歌爱 不愿 一千两百万 看来乔小姐是想跟我进家 行 那我就陪你了 一千五百 两千万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乔乔姑娘 虽然这鸟骨之前 但三千万也封顶了 再加价 就没有收藏的必要了 哎 这黑子黑子的 这叫葡萄 葡萄 葡萄 这名字好 赵将军 你来点 这门大厨可没这玩意儿 回去 就吃不着喽 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香口 葡萄的 丢人 你们家家家的坠绪 说话第七 就这么做吗 这要是在大厨 连门都不好意思 别说大神说话 你说谁是坠绪呢 哀家说错了 你这不叫坠绪 这叫软饭硬吃 你 敢对太后不敬 是不是 再打你 行 你也想吧 我宝贝马上就要到了 看你们还敢不敢嚣张 三千五百万 周浩 你处处跟我纵队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看不怪你们 到处苟杖人士欺负弱性 四千万 不可 不可 再加价 肯定会赔的 等一下 他要那夜虎让给他便是 我这儿还有监货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想不老知道什么是古董吗 你真以为古董跟那大白菜似的 一买一大堆啊 刷卡 八百万元已到账 请注意查收 小小姐 这是您的夜虎 你最好 你不是还有监货吗 监货在哪呀 一群土豹 自不量力 满嘴 我这儿要看看 在哪儿呢 这么多大土豬在这儿 你不拿出来卖 更待何时 我 皇家官瑶 现在是宋朝时期的皇家官瑶 这个价值更高 哎 这碗怎么那么野生 这好像是哀家吃饭的碗 你确定这是宋朝的 绝对没有认错 这是不品 价值得成 宋朝后有楚国吗 我咋不知道 五千万 这个碗我要了 六千万 周浩 你有病是不是 什么都跟我抢 是乔小姐 你在跟我抢 一个亿 一个亿 五千万 一五千万 一个碗都一五千万 我刚刚一箱保物才一五千万 不过是些寻常猪罢了 等回去我都送你一些 不就是一些器物嘛 龟豆哀家带你去国库挑上鸡马带 品相比这碗要好多了 还是太后对我最好 两个亿 乔小姑娘 封顶了封顶了 封顶了 不能再出钱了 少爷 两个亿太高了 要不咱们放弃吧 我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放弃 周少爷 也许红书那里还有更好的货呢 既然乔小姐那么喜欢 我就不多人所望 希望下一件物品 你也能让这个 刷卡 两亿万元已到账 小哥我们瞧瞧瞧 门都没有 两件好货已经被我们门下了 我就不相信 你还能拿出第三件 要是真有第三件呢 那我可以吃 那你就等着吃 这是端叶 我过四大明年之首 端叶 什么 这居然是端叶 钟叔 你没看错吧 不非的 没有看错 这是唐朝的端叶 一个亿 乔小姐 这就没意思 刚刚说好 下一件卖品 要让给我 我可没答应 我爸最喜欢书法 而且最喜欢毛笔字 这端叶无论如何 我都要买回去 咱们刚刚已经买的太多了 再拿出一个小目标的话 恐怕 买不了了 黄叔 马上给我赚十个亿过来 快点 看来乔小姐也只有这些钱了 东叔 一亿百万 两个亿 两个亿 你疯了吧 你一个月收入三千块钱的打工妹 还敢乱出价 新鸣我捏死你啊 新鸣我捏死你啊 信不信我再揍你一次 别以为你找了一个 会点花拳修理的男朋友 我就怕你 我宝贝马上就到 你 放心 我不会坑你的 想跟我比财力是吧 看我不玩死你 两亿一千万 黄叔 你记得分账哦 不然以后会有好货不给你了 五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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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么多钱吗 我要求燕姿 他不够啊 我帮他点 还有我 我们周家 也可以提他做蛋白 六个亿 成江 你 好 很好 我记住你 看来 你就是为了让他当冤蛋 但是 我已经买到不是 别急 一个生日礼物吧 我这多的是 啊 这是冰农北翠做的 竟然是汉蛋了 这个价值更高 这么多宝贝 我的天啊 我也喜欢喝茶 这套 做生日礼物 不再很多 这不是母亲最喜欢她做茶去吗 你怎么给神来的 等我回去 这天还没面膜 十个亿 成交刷卡后给你 你确定 你不是在玩我 别急 还有好货 那我拿出来 让财货给我涨五十个亿过来 快点 小姐 您要的数额太大了 我们 五分钟之内再不涨过来 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小姐 您抽走了二百八十亿 咱们乔市 但是 不要大爹 让我爷子 请你马上回去一趟 你故意的 你故意以为我花高价钱买下这些古董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钱在你自己口袋里 我一没头二没墙 怎么能赖得了我呢 更何况 这里是你心甘其认的 小姐 要不要我们教训教训他们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我敢保护 他在江城 永远不保护 我家赵成会保护我 小丫头 你虽然坑了他们 但是也没有便宜 我到现在为止 可一件都没有买到 乔市股价大爹 你们周家会不收过股权 小丫头 你很聪明 不怕你买不了 就怕你不买 收仓官都没有这么多宝贝啊 我的天哪 千件都是精品 千件都是皇家之物啊 这个 都说无价之宝啊 好像是 埃家请功力的百贱 还好受罪 小青不懂事 墨家回去已经好好教训了 这些只是埃家请功力的小东西罢了 别大惊小怪 再说埃家也想换了他 小青 这是帮了埃家的忙 你吹什么牛皮啊 真以为自己是古代太后穿越过来的吗 埃家本来就是太后呀 是古代穿越过来的 怎么 还需要吹吗 不是大爷 我建议您赶紧掛一精神科好好看看脑子 放肆 埃家没有精神病 啊 我有病 跟您精神病量这么多 杨姑娘 这东西能不能卖给我 我买 可以啊 三百五十一 真妮儿 能不能借给我三百四十九一 我花一阵子就还给你 宗叔 你也不想想 我要是有三百四十九一 我自己买就好了 还需要你买吗 这些东西你给我留着 我去挫钱 挫到了我就买 你呀 你买需要五百一 你说什么 你宰我是不是 错了 我宰的是宋飞这个渣男 除非你把他给甩了 或许我考虑三百五十一给你 贱女 你居然敢挑不离贱 小靖是你能骂的吗 宝贝 你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 我 要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他们 我也不会损失这么多钱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宝贝 扔出去 小丫头 这个数额有点巨大 给我几天时间筹备了 你买的话两百亿 就算当个朋友 小靖与我已经成亲了 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娶到了这么漂亮聪明的女 我可是有点羡慕激度恨 两百亿你买不了 买 两天 两天内把钱转给你 成交 一百五十亿 说送就送 那是两百亿 又不是两百块 除了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 谁还能拿出这么多钱 那个冤大头不就是出了吗 你 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 祖宗来了也不管用 爸 他们欺负我 左心啊 我叫乔海 是乔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这个闺女啊被我惯坏了 有什么得罪各位的地方 还想见谅 爸 你怎么还笑着他们说话呀 你笑 你笑 爸 听话 难道哀家隐形也有话了吗 你真的不是左相 左相 难道是可不太太相爷吗 乔总听错了 他说的是姓左名相 乔总长得跟我们每位朋友很像 要不这样 能不能引荐认识一下 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啊 改天吧 今天我们已经出来很久了 该回去了 稍等稍等 是这样的 我呢 很痴迷收藏古董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我愿赴高价门且一次性附近 乔老板指的高价是多少 这样 我就350亿一次性附近 但是做人吧都有诚信 我答应买给周浩了 要是我之后还有一些宝贝再卖给你吧 嗯嗯这样 不知道乔摩有没有这个面子 我想请几位吃一顿便饭 不知道方不方便 吃饭我看就不必了 要不咱们去礼物喝杯茶 好 行 乔总 不知道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 杨小姐够爽快也不简单的啊 一次性 这么多的孤独 只是一些机缘巧合罢了 以后可能就没这么好运了 谢谢 哎 这二位是 这位是我男朋友赵晨 这位是我的奶奶 我看你的奶奶 还有男朋友 不像是乡下人 倒像是贵族 啊 来 你能理解吗 就是 带着 贵族 乔总 你到底要说什么 哈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吧 我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呀很迷恋 收场谷处的物账 如果以后 各位 有什么要出手的谷处物账 尽管要找我 加钱了 包括你们满意 这历史上楚国那么多 我历史又不太好 不知道您说的哪个楚国 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再联系您 天色不早了 我们就先走吧 这个乔总不简单 恐怕已经在怀疑我们的身份了 况且太后离工这么久 皇上那边也不好交代 那我们得抓紧离工 行 挨家听你们的 这事情啊 你的家乡 你可得经常带我来哦 这里稀奇古怪的玩乐 太好玩了 好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古楚国 能够穿越过去现在的传说是真的吗 老板 赵臣跟那个老太婆 插无言训 他们来的时候 穿的就是铠甲的工装 行为举止 与古代人无异 您说 他们难道真是古代人 一千年前 怎么会出现现代化的东西呢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上一次挖的那个古墓 居然出现了手电筒保温杯 还带有电池的指南针 这解释得通吗 墓里面也出现过如此相似的印章图腾 而且那个铜甲石身上写的古楚国三个字 纵观历史 没听说过宋代以后 还有一个古楚国呀 那些现代化的东西 会不会是后人放进去 真是个棒枕 那个墓根本就没有人倒过 要真是古人放进去的 那也是他穿越到古代放到墓里的 墓里面曾经有一个传说说 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过去未来 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了 我要是能找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统治古代 当天下的霸主 那我可就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了 对了 仅仅他们三个人 必要的时候 把他们搬过来 不要亲自做实验 可造成武功高强 怕死 我说你是个笨蛋 你还真是个笨蛋 你不会从他身边那个女人 还有那个老太婆下手吗 是 帅哥可以看你合影吗 小剑合影是什么意思 来 赵将军这就是合影 不好意思啊 他犹豫跑了 你就是几度了 赵将军 小青这叫吃醋 你这叫香花 学的又不咋的吗 小剑 你的家乡太棒了 哀家 不想回去 我可不敢哈 我怕你儿子看我 他敢 我非打他屁股开花 有人跟着我吧 难道是那个姓桥的 那么买完物资赶紧回去 吃喝生便 这些人一看就是若杰 要不我直接干他呀 赵晨 你都跟谁学了这次啊 太后告诉我的 怎么样 吃选帅气 你这男人都不想要了 走 上车 赵晨你考驾照了吗 怎么开的这么流 看你开过几次 终于甩掉他们了 这里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不扛一些回去 挨家不甘心 货多给周浩了 我亲眼还没收到 那可是整整200亿呢 我也不甘心 这里的科技太发达了 要是被他们找到大厨 对大厨我很势不利 到处把他们甩掉不就行了 那我们拿完钱 补一些货就走 好 哎呀 这面膜还没买呢 我要买面膜 哎呀这商场都关门了 别闹到商场都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 发现一劳两哨 他们行踪诡异 有抢劫商场的预谋 我还有蛋糕要买 我得去收我的200亿 哎呀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 已确认他们不仅要抢劫商场 还要抢劫银行 金额为200亿 收到收到 商场所有门关闭 务必要将他们三个人 全部抓起来 把他们车达给我拉下 一个都不能放过 这我不跳 你们先走 我再放 父亲 这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得回去拿 报告报告 商场有人抢劫 快快报警 坏了 你们连身份证都没有 要是等他买了 我们有理都说不清 连身份证也没有 兄弟们 超家伙 薛薛棍子也想伤我 你伤东西有电的 当我多年都武功是太练的 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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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他会我们真的是来买东西的 误会 买东西还鬼鬼祟祟祟 肯定从哪里跑算饭呢吧 究竟是哪个环境出问题了 我真的是想买个东西 咱们赶紧回楚国 不行 埃加在这里还没带过 我哪也不去 他别来了 给我拦住他们 赵晨快开车 给我醉 我这是倒的什么面啊 抢劫商场 我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说你俩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 能不能赶紧跑啊 哎呀 这些宝贝 艾家终于可以带回楚国了 赵将军 你功了最大 太后啊 这些东西咱们下次回来再买不行吗 艾家就喜欢这些宝贝 跑什么跑 这些宝贝 艾家终于可以带回楚国了 他们真的是主人啊 快快快快去 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过来 一个不能放过 尤其是老天妈要装身 滚啊 他们既然能到现代 他们就可以回到古代 那么我也可以回到古代 我就可以当皇上了 哈哈哈哈 我终于可以当皇上了 啊 真是太刺激 太幸福了 哎 完了 我下次回来不还得温馆体去喝茶 喝茶好呀 这一盆奶茶都好喝 对你不贪心 我们走吧 车好像坏了 那是没油了 附近最近的一个加油点需要三公里 得去那买油了 那我去买吧 行那你快去快回 嗯 太好吃了 来做点薯条吧 这薯条可好吃的 是吧 哎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是谁啊 放开我 放开我 那是不是冲我来欺负一个老太也算什么 改破案家 哎 这老皇上看着你的脑袋 再帮你救足 放开我 果然是你 混这种东西 谁让你这么对他们的啊 快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实在抱歉 我这个几个兄弟太出路了 对不起 请解量 你抽他雪做什么 别人不说暗话 这位是楚国的太后 那个 是楚国的将军 对吗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并没有恶意 我只是对历史特别的向往 我很想知道 历史的楚国是什么样子 二位可不可以给我指条路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古代经代 文所为文 好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小狗 你不会还认为有穿越这一说吧 哎 别人不相信 可我相信他 他只是看戏看多了 总把自己当太后 还有那个赵辰 刚好练了几年太军道 哦 哎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吧 杨小姐 二比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他 他们身份证在商场打架时弄丢了 嗯 弄丢了 杨小姐 我看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啊 小总 说 他的DNA跟我们之前挖的皇家股市DNA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简直是一模一样了啊 我这么说来 定居穿你的盔甲的古事 难道是造成的 一定是他的 你们快点告诉我 我该怎么样 才能回到古代啊 你 快告诉我 爱心 爱心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要不告诉我的话 我就杀了你啊 我真都杀了 你杀了他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爱心从古代回来 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别碰他 他都憋不住心 放开他 好 真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才太激动了 然后有点失态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这样 别 再问你最后一句 试口隧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好 好好好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不见关才不掉泪 这么说吧 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 我会把你的手指 一根一根的切下来 对了 我还要杀了他 我这是掐死他 你敢 我敢不敢 你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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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碰他 我跟你说吧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这样 我守三个书 我告诉他 闭门 别碰他 别碰他 我祝你救赌 别碰他 是 我差点都死了 放心 有我在 谁都伤不了你 赵承 带他压的 你先跟他要躲到车上 小心 他没有枪 赵承 你受伤了 别看 你是不是傻呀 知道他们有枪还冲过来 别轻举翁 我都要看看 是你的轻功败还是 我的枪败 放了他们 我跟你走 能能能 我要知道 回到古代的路是怎么走的 你们俩如果不告诉我的话 我会一刀一刀的万里 临时处死 临时处死 我允许了吗 周浩 你来干什么 自然 是来给你转这两百亿的 钱过去了 两百亿元已到账 请注意查收 周老板 我听说 你跟他们只有一面之缘 难道为了这一面之缘 就敢给我乔家作罪 我们周氏 也像做的是正经生意 不像你们乔家 整天干些 挖坟的够 小心 每天刨了祖坟 老子总跳出来 把你们给咔嚓 这事与周家无关 实际上的话 赶紧滚 你是什么东西 主人说话轮到你插嘴 你要什么 很简单 我就要他们三个人 不可能 那就没得了 周老弟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真要为这三个人 给我乔家翻脸吗 我跟清儿第一次相见 他就给我打了一百五十亿的 这份情 我一定负责 他是我的妻子 收起你的花花长的 哎呀 周兄啊 我以为为了什么事 你呢不就是钱吗 一百五十亿 好 我给你两百亿 怎么 李清 但情义重 那就 别怪我 我干 蜜子 上 一个不留 哎 你们也太不够情义了吧 我天理下单来救你们 给我追 拦下单 我们就这样把周浩撇下来 会不会不太好 他在暗处还有一批埋伏 不用担心他 你怎么知道 你这么关心他 莫不是看上他的吧 你把你安全带起好 这个乔海心狠手辣野心勃勃 要是让他知道了穿越之路 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呢 甩开他吗 回楚国 好 来呀 沈宜到 斩 你控暴私仇陷害重量 你不得好死 哥 救我 我赵家犯了何罪 你终于来了 否则娘都快被杀死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义无门 你闯进来 本相正仇找不到 来呀 来个相拿下 谁敢 本相是凤皇上主义 你难道想抗死不尊吗 怎么回事 我想说 你们摸害了太后 天堂跑了 别让我们整个将军府的人来陪葬 若是太后没死呢 除非太后出现在这里 不然的话 你们今天谁都走不了 哀家在此 太后 绿晨 参见太后 太后千岁千岁 千千岁 娘亲 你说 哀家要怎么做 才能让楚国像现在一样父亲 这才刚回来 哀家又留恋 现在酒吧的日子 这里没有手机 也没有网络 叫哀家怎么过 说 在本相命时 竟敢冒充太后 来呀 本相拿下 给本相拿下 好你个左相 一段时间不见 你的胆子肥了啊 信不信哀家 让皇上抠了你的酒足 你个老妖婆子 满嘴的胡言论 穿着提装衣服 让着跟自己和太后有几分相似 就敢冒充太后 本相看来如酒足的 应该是你 大胆 她可是如假包换的太后 你们敢放 谁敢不相信哀家 哀家拿出皇家令牌 害你还敢放肆 这个琉璃杯 当年礼不上 说买了一个 炫耀大半年呢 那是什么东西啊 随随发工的像 这要十两片 那有没有 穿着哀家的皇家令牌 还不给我拿下 把他们全给本相卡了 哀家奉迎在此 这真的 太后 太后 老臣糊涂了 他们没有谋害哀家 是哀家 自愿去扬生一家乡 把他们给放了 太后 不是老臣不放 那是皇上的旨意啊 皇上那儿 哀家自会去解释 先王驾崩 太子继位 疼啊 以后不准再做 这么冒险的事情 知道吗 都听你的 不知道周浩和乔海怎么样 在你家乡发生的事情 就好像做梦了 那你念念我 看是不是在做梦 好像在做梦 我竟然嫁给了 古代的大将军 忽然是在做梦吧 那就再来一次 让梦更美好一些 娘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说你这孩子 你去倩儿家乡 你就去嘛 你跟我们说一声嘛 你说害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着急 倩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最近身体有点累 感觉力气都弄光 那个先帝正直壮年 怎么护 谁知道呢 这突然间就暴毙了 民间 哎呀 算了不说了 反正呀 就是这个太子登基了之后呀 就处处针对我们将军府 将军 大事不好了 千基成失守了 现在他们兵分三路攻打我们楚 已经连续气作成诚 先基成一守难攻 还有高将军坐镇 怎会是啥 高将军失踪了 大家都在传 高将军可能重复了敌国 皇上因此大发雷霆 将军 你要不 先避兵吧 高将军忠心耿耿 绝不可能判警 这集中 必有瘾 我不能放 哥哥 皇上近日一直针对我们招架 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皇上口语 宣 赵将军夫妇一同进宫进宫 这宣你进宫 怎么还宣庆儿 怕是来者不善 怕什么 兵来将挡水 吴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老臣 你看看你养的好狗 勾结外敌 卖主求荣 你知不知道 这千基城备战 相当于楚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行 我替他答应了 要是我们赢了 承担那片封地 也得送给我们 好 末将 告退 哎呀 皇上啊 我就强不上他 不自量力 咱们楚国是落又穷 就算亲 全国之力 也打不过一国呀 更何况 没粮没钱 哎 我看难办 太通通了 我看这将军府 用不了多久 就不复存在了 皇上 这赵将军 肯定抵挡不住三国联军呀 他要是败了 我们怎么办 赢了最好 败了 朕就杀了赵春他们 再跟三国割计赔款便是 报 启命皇上 赵将军化整为零 准备全力攻打燕国 皇上 这赵将军是不是疯了 啊 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去攻打燕国 那最强的齐国和下国怎么办呢 更何况大军类众粮草先行 他若真要是抽得了粮食 本枪把脑袋摘下来 报 使命皇上 赵将军筹集大量粮草 不仅解决了士兵的后顾之忧 还沿途发放粮食 这不可能啊 是不是你们的消息有误 18个探子传来的消息一致 这些就是赵将军筹集的粮食 可可不快 精英气泡 这么硕大的粮食 我也是第一次见你 我问你们 可查到赵春聪哪 筹备的这些粮食 尚未查到 这些粮食好像是从天而降 那还不滚去查 是 郎妾 你怎么还睡得着啊 楚国必胜 有什么好着急的 皇上息怒 别着急 就算他有了粮食 别忘了 齐国还有三联奴和火流星 我想赵将军 打扰过他 让他睡吧 等他睡醒了 可就该洗洗脖子咯 这已经开始期待 赵春被打得屁滚尿流的画面了 皇上 下国败了 已经撤出祖国进来了 赵春 你撕拐太后 叫下不言 罪行累累 朕 朕要诛了你的组组 皇上 你装什么呢 你要是杀了赵春 谁来抵倒三国联军 他胆 你敢对这这么说话 扣押了三年的军饷 哪个将就敢为你卖命 但凡有人能抵挡三国联军 你早就砍了赵春的脑袋 你派胡言 来人 把他们两个人押出去砍了 再把赵家九族抄了 来了 你砍了 今天你要是砍了他的头 明天 我就让你的脑袋搬家 皇上 万万不可 赵将军若然死了 那出国 也就完了 朝晨 朕就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如果你能把三国联军赶出去 朕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别啊 您还是追究吧 这九旋之下这么多人陪伴 也怪热闹 皇上 末将会拼尽全力 将三国联军赶出楚国 你傻呀 也不要点好处 楚国百姓无辜 若是三国联军继续进攻 一时 不知道得牺牲多少人 好 赵臣 朕封你为镇国大将军 即日起 率兵草伐 下其焉三国 不过嘛 这楚国 无兵无粮无钱 你得自己想办法筹备 朝廷不拔一文钱 不拔一力量 不将 如何击看三国联军 那是你的事 你若完不成 将军府 跟高家九族都得被灭 赵将军 你不是号称战无不正 功无不克吗 怎么连区区的焉 中国下国齐国都正习不上了 放肆 下国举兵五十万攻打我们 哪有那么容易会败 你敢假传战暴就不怕皇上砍了你的脑袋吗 小人不敢 赵将军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堆火箱火炮 一人过去 下国死仗一片 赵将军说他们若不退兵 就把下国灭了 下国吓跑了 还记了降书 这大军 不都是调取攻打燕国了吗 赵将军哪来的兵 赵将军用的是调虎离散之计 大军正对交锋的是下国 皇上 不必担心 这齐国远在欲寒之力 飞虎军都是他的对手 哈哈 这已经开始期待 飞虎军挨饿受冻的画面了 报 齐敏陛下齐国大败 赵将军还捉了他一十八座城市 齐国如今是弹丸之地 这 这齐国 不是齐寒之地吗 飞虎军怎么过去的 赵将军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帐篷和御寒之物 飞虎军不惧寒冷 倒是齐军 冻死饿死不计其数 这赵臣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啊 区区三国 打这么久还没打完 我都困死了 你怎么说打仗跟下齐一样的啊 这不就是下齐吗 输赢啊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嘿嘿嘿 不知天高地后的吴之父 不信是吧 最多一出香时间 他就会把三国全部哄走 开什么玩笑了 就算齐国跟下国败了 那还有燕国呢 本相不相信 他这么快就能抵达燕国 对 除非他们都能飞 这已经开始期待 燕国大败飞虎军的画面了 齐禀皇上 燕国大败 还派人送来了降书 愿意歌成舞座送给楚国 这不可能 齐国燕国相隔数万 就算赵将会飞 会策马加鞭 那也得各把个月啊 赵将军真的会飞 不仅他会飞 还带着数千飞虎军一起飞 做梦呢 还是梦没停 赵将军会长翅膀 能飞了 赵将军没长翅膀 但是他们的马车长了翅膀 小人听说他们的马车叫飞机 飞得可快了 只要半个时辰 就能从齐国的极寒之地 抵达燕国 飞机 会飞的机 哎 这是什么品种的机啊 这 这 我真想了 这三国联军气势汹汹 短短时间内就 这本代为胜啊 陛下 其实我们胜了也好 这样我们楚国就是天下霸楚 三国都要对我们俯首称臣啊 这夜之间 朕就从险些败国的皇帝 变成天下霸楚了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赵将军把三国打得是屁滚尿流啊 可及 可贺 哎呀 皇上啊 可你也没有想过 他这是不是功高盖主了 以后要是对您不利 可怎么办啊 对 左相 朕命令你 给朕调查清楚 这赵臣哪来的这些火枪土炮 帐篷粮食 哎 对了 还有那只会飞的鸡 哎 这地做的我屁股都疼了 皇上 这仗也打完了 我可以回家睡觉了吧 对了 你别忘了你的承诺哦 城南的封地是送我的 对了 左相 别忘了粘你的脖子哦 哎 小心 破石头 差点绊到老娘 等一下 这好像是一块玉 看看 这是什么玉 我竟从未见过 我敢保证 这块玉肯定非常值钱 走 我回现在当了它 是你家的 你 别挑战我的忍耐力 什么 你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 大将军 谁在姐姐从你啊 谢谢 走 没信号了 你手机有信号吗 没有 奇了怪了 刚刚还是满阁呢 怎么开了一个小时 还在这种山沟沟的地方 是莫非 时空隧道是这块玉 哎 有信号了 这玉球果然是个好东西 你说那个桥海 会不会通过这个山洞 追到古代去啊 要不我们在那挖个坑 把玉球藏起来 这样免得有人通过这个山洞 来回穿越 好 将军 我没扶过谁 就扶你们 这辈子 我跟定你了 那个飞机坐得太过瘾了 我做梦都不敢想 自己居然能在这种飞 将军 走了这些宝贝 我们楚国想一统天下 也不是什么 为什么不义苦做屁 让楚成为清智了天下霸子 你想什么呢 那小皇帝已经够飘了 你还想让他够飘啊 那些东西都丢了吧 放心吧 夫人 保证很稳定 是 起了个天好 我像 你看 他们居然敢说朕的坏话 要证他们酒足 我还放心 我这个学 我还愣着干嘛 走啊 快点快点 神马速度跟飞一样 你们推的比乌龟还不上快点 老神实在推不动了 你这个神马 太重了 要不咱们商量一下 让他自己走得了 皇上 你想不想让这神马飞起来 正是天子 这天下间的东西都是正的 包括这辆神马 要是你把城东三间的所有店面都送给我 我就让这神马飞起来 此话当真 皇上 万万不可 城东三间 那是咱们地图最繁华的街道 那一间店铺 值一千两个 闭嘴闭嘴 这是天下间的店铺做的事 可这神马却只有一辆 这也要神马 那个城东三间的店铺 全都给你了 口说无凭 历死为惧 走向 把地气给他 皇上 当当我 皇上 你当当老人 你当当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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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向 这 这飞起来了 哈哈 恭喜皇上 恭喜皇上 嘿嘿嘿嘿 皇上 钥匙给你 这一辆车以后归你了 这 这已经开始期待 坐在神马上飞翔的画面了 哈哈 奇怪 坐向 刚刚神马动得还那么快 这会怎么又不动了 杨倩 你快来给朕看看 这神马 是不是又闹脾气了 皇上 这神马 他没油了 那就加油啊 可是你们楚国没有油啊 你不会告诉朕 这神马再也飞不起来了吧 皇上 我们英明威武 城东 那城东三街的店铺 多谢皇上 皇上不会是天上古一帝 既大方又首席 我像 哎皇上 要是给朕找油 油 那是猪油 牛油 要不是鱼油 朕怎么知道什么油啊 好 我去找 这气氛有点不对啊 现在地独的夫人都流行攀比 是夫人邀请咱们来 就是我的炫耀 别给她们 我女儿可是城下的儿媳妇 惊奇书画 狮子歌赋 那是无所不通 赵老夫人还没有见过她吧 改名 我带她来跟你认识 我儿媳妇啊 年纪轻轻的就被封为了一品告密夫人 不仅医术高超 连太后都认作她为干女儿 还封了永昌公主 师夫人 您还没见过吧 我今儿个就是带她来跟您认识人家 我女薛财二十八 就已经是三品礼物侍郎 不仅是左相的亲儿子 连皇上也对她很器重 我儿子二十五岁 就是一品镇国大将军 那夏 燕 齐 三国联军都是被我儿子打败的 他声名远扬 三国呀 闻风丧胆 在那皇上面前 也是个大红人呢 就潘比方 古今都一样 你不是说 皇上出手相处的车车和后快吗 你不是说 怕儿媳妇 和背景的 能做一次吗 大家都这样穿 我也是刚刚回京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这永昌甜品店老板 跟我女婿是铁哥们 只要我女婿一句话 都能够订上一些雅金 这永昌甜品店啊 全国连锁 深得皇家贵族喜欢 一高难求 更何况这定雅间的 左某不才 恰恰有这个本事 永昌甜品店的老板不是女的吗 我说是男的就是男的 难道杨姑娘比我还熟不成 我听说永昌甜品店出了一款什么新款蛋糕 叫最美人 既然石公子跟老板这么熟 要不让他们先上上来给我们尝尝 区区一份最美人 别安让食不到 我们还能吃不到吗 儿子 让他们上一份最美人 对啊快上吧 我都馋的不行了 服务员 哎 客官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我是新任的礼物侍郎官拜三品 听说你们这里刚出款新品叫最美人 能不能帮我们也上一个 那个不好意思 我们新品呢暂时盖不出售 您可以七天之后再来享用 你再干是不是 吃不饿我女婿 你们老板是铁哥们 你敢武力我们试试看 非常抱歉 老板规定罪美人必须是七天之后才能上线 你们老板叫出来 很抱歉我们老板不在 你 儿媳妇啊 我这突然也想尝尝罪美人呢 想什么呢 知道永昌甜品店为什么会风靡全天下 就是因为她身后有皇家贵族城 是你想尝就能尝的 区区山沟里来的毕竟眼尖有线 我娘想吃还不快烧最美人 客官烧的最美人马上就来 这怎么可能 这绝不可能是最美人 怎么不是最美人 这上边不就还有三朵玫瑰的模型吗 家儿 凭什么他们点就能点 我们点就不行 是怕我们给不起钱吗 因为啊 我儿媳妇就是这家甜品店的老板 不然这甜品店 为什么叫永昌甜品店呀 清儿你可算是给我长脸了 这个石老夫人仗着自己是帝师的夫人 从小到大没少修毒 这次我可算是借气了 挺普通的呀 这些东西在这里普通 拿到现在就值钱了呀 要是这些平行罐罐能换一些粮食 大丑的老百姓就不用饿肚子了 太后 小庆 没有WiFi的日子实在是难啊 哀家还想去你的家乡 你看 带着这些奇症医保 亮下他们的狗眼 太后 我怕您再去我们家乡 那个侨害把你们抓去做实验 不怕 哀家调动千军万马 看他还敢不敢嚣张 哎 小庆 你上次大概哀家吃的那个永昌甜品 味道不错啊 太后 你说要是我们在城东三街也开一些这样的店 比如说 咖啡厅啊 饮品店 美容院 酒吧 还有电影院 美容店可以啊 酒吧和电影院我看还是算了 好 哀家给你打工 末将惶恐 太后身份存贵 曹将军 你去了一趟二十一世纪 思想怎么还那么迂腐 只是就这么定了 你落一些股份 哀家做你小股东 好 完美 听说夏国使臣来访 还带了公主一起来 准备和我们楚国和亲 你说 公主看上的人 会不会是你 怎么可能 我已经娶妻了 难道他能坐小 再说了 我有你一个人 就够了 哪敢招惹这个人 你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把你去电了 将军 夫人 你探传来消息 你最好奇到 这个消息很重要 夏国公主联姻的对象 是你 你再说一遍 是谁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王上邮主 让您看看明晚的宫殿 明天下宫 宫殿开始 夏国皇子夏宣 邪媚 夏景 拜见楚皇 宋史臣一路辛苦了 那不是周浩吗 这是宫殿 找夫人乱叫什么 杨沉一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到底是谁啊 杨沉一 你是忘了吗 听我异地说 前些时间 我杨母在斗鱼大会上 被毒蛇咬 是你救了她 杨姑娘 我以后一定会爆打你的 你堂堂一个太子 为何要认 村妇做阳母啊 我是夏皇 流落在外的皇子 前些日子 他们刚刚找到了我 所以我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 夏国皇太子 若不是几个皇兄 突然暴毙 夏国的皇太子 轮得到你当吗 有什么好嘚子 孙夫就是孙夫 低俗 你脱了这层公主的皮 你不也是个村妇吗 你竟然敢侮辱个公主 来人 掌嘴 楚国摄影以理款待 夏井公主动辄出手打人 未免才不把楚国放在眼里了 去去一个楚国罢了 我夏国挥手间 想灭就灭 别说打她了 就算是杀了她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是谁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还派了公主来和亲 还要嫁给敌国的将军做小妾 本公主是什么身份 会给她做小妾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她了 那你们递和亲书干什么 此次父皇派我前来 就是为了两国的邦交 这外面的神马 是这偶然货子 只是上写缺一些油料 如果你们能给神马加油 让她飞起来 朕以十五层相送 那可是十五座城池 皇上则可惊一种人 你急什么 除了我俩和太后 还有谁会开这汽车 楚皇所说属实 这是皇帝自尽的池 好 那我们夏国应上 还有核心仪式 如果我们能让神马跑起来 那楚国和夏国联姻的事 别说吧 皇上万万不可 神马再珍贵 也只是一个昭通公主 楚国不能把十五座城池相赌 军无喜言 既然是答应了 就军无反护 你们快要神马飞起来 皇上 赵将军 你苦苦阻拦 莫不是让皇上丢人泄眼 成了 只是无需在意 这是神马的声音 神马又能飞了 这也可以飞了 还望楚皇兑现承诺 将十五座城池送于夏 给了给了 这真的是汽油啊 他会给汽车加油 怎么可能啊 请皇上三思 大胆 对 国的皇帝 已敢置疑 莫将不敢 只是十五座城池实在太多了 你们楚国不会敢赌不敢输吧 楚皇 如果你不对现承诺也没有关系 我们夏国呢会把此事告知给全天下人听 让他们都知道你楚皇是个什么样的人 既然要赌 那不如赌得大一些 哦 你想赌些什么 用我的精灵 若你们输了便把树座城池还回来 我要你性命有何用 我是楚国郑国大将军 若我死了 你们便少了一个劲敌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想不到你除了长得好看一些 还挺忠心的 可惜了 你不是夏国人 你急什么 皇上还没招 那不如换个毒法 若是你们输了 赵将军来我们夏国 如何呀 赵家满门中立 不会斗出投机之事 你不一直自己忠心耿耿 爱民如此 用你一句信 管十五座城池 这你都不愿意啊 爹 孤民钓狱之辈罢了 他怎么可能为了楚国 有上自己的性命 赵臣 十五座城池非要不可吧 是 说吧 你们要赌什么 现在是晚上 我们比做灯 看谁的灯 能照亮整个宫宴 一盏灯 如何照亮整个宫宴 夏京公主 想让人所难了 你们做不到 不代表我们做不到 赵将军 你可敢应战 我们应战 笑话 这次宫宴 足足花了数千盏灯 才把这里照得亮如白昼 区区一盏 如何做 我看你就是纯心给楚国丢脸 皇上 您不是一直想除掉赵将军了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他若是赢了 我们可以把那十五座城市拿回来 他若是输了 我们可以趁机除掉他 这已经开始期待 成大败求饶的画面了 这只手机 他们也是从显摆过来的吗 应该不是 手机功能那么多 他要是会早就显摆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黑乎乎的 赵将军 你就等着乖乖跟我回夏国吧 修了他 我马上找你为驸马 想什么呢 做你的驸马 你赶紧把十五座城市准备好吧 无知村妇 本公主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神灯 这是什么灯 我眼睛就见不开了 这灯老夫生平从没见过 赵将军这回输定了 夏井公主 这个灯能送给朕吗 当然 不行 此物乃天赐我夏国的宝物 可保佑我夏国千秋万代 繁荣鼎盛 赵将军 我们夏国没有恶意 只是仰慕赵将军的风采 等赵将军来了我们夏国之后 我们必定会以克星身份重担 上次打仗了火药 九箭弩 飞机等 如果你能如数上交 并且全力效忠我夏国 那我马上召你为驸马 让你有想之不幸的荣华富贵 这是楚国功业 圣言 赵将军 岂是贪图荣华富贵之人 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哦 对 我是夏国的皇太子 对 赵将军 你要想去夏国 正不反对 不过你得把那些东西交给朕 那些东西我已经消毁了 更何况 我也不会去夏国 难不成 你以为你还能做出 比我这盏灯还亮的灯吗 赵将军 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啊 你要是能造得出来 本像 把脑袋摘下来 给你当球体 你会不会别的词啊 你就只会说这一句 困手之断 你再怎么拖延时间也没有用啊 这场比试你们输定了 皇上 我们只是答应把赵将军送给家 却没有答应 完好无缺的送给他 微臣建议 砍断他的守护家 以免他到时候帮助夏国 对 好 你也有礼 皇上三思 赵将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样岂不是会含了重将士的心 李大人 是赵臣重要 还是楚国的江山重要 这 终于这样的君王 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悲啊 你若是能来我们夏国 我必定重要 不必了 我在楚国好处了 况且我也未必会输 记一张 这可能比夏国的神灯还亮 这是什么灯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哪来的灯 哪来的灯 没有必要告诉你吧 你就说 这局比赛谁输谁赢 变赌服输 我们夏国输了 又让他走过这击击 坐下 这赵臣和阳气 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我们说的是照亮整个工艺 又没说照亮哪儿 你们这不算 早知道你会这样说 那我就来亮瞎你的狗眼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哪来的这么亮的灯 比这灯还亮的都有 现在还有太阳灯 不需要充电就能发亮 何为太阳灯 小晨 这也要他手里的灯 想要这灯可以啊 但不允许夏国和赵臣联姻 夏景公主 我们楚国人才地匹 你再选一个人当你的驸马吧 正看 左相的儿子 左顾之就不错 正还有几个皇帝 都可以取费给你吗 我本来也想取消跟赵臣的婚约 不过嘛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就要你作为我的驸马 皇上 您是要这神灯 还是要这个刁蛮公主啊 皇上 你是要神游 还是要赵臣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再多比一场 赢了 我们就要十五座城池 以及赵将军 好 皇上 末将好不容易把十五座城池赢回来 怎可再拿他作赌 别赌了 咱们走吧 那十五座城池 是地生没有鲜血坏白的 皇上可以不管 我不能 第二局 比什么 如果你能让这个鸡蛋在水里浮起来 那这局 就算你们赢 鸡蛋落水避陈 如何能浮得起来 谁能让这鸡蛋浮起来 朕上金千两 皇上 微臣敢打赌 这世界上绝对没有办法能让鸡蛋浮起来 这是吓唬人 再纯心刁烂我们楚国 这鸡蛋又是能浮起来 我人也别做了 干脆当狗得了呗 别说是这鸡蛋了 就是块铁石 我都能让它浮起来 小丫头 你可是大言不惭 你如果真的让这个鸡蛋浮起来 本相再给你一千两黄金如何 这可是你说的 区区一些汽油就想换我们楚国十五座城池 你们是不是想的有点太美了 杨宣义 这可是你们皇帝陛下亲自许诺的 我们可没有逼 那我们就再赌大一些 要是你们输了 就给我们再加十座城池 要是我输了 我就把九剑弩的图纸画给你们 俗话当真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 我答应了 十座城池 岂可儿戏 处使楚国前 父亲给了我令牌 凭借此令牌任何人都必须听我的 即使你是大国的皇太子也一样 现在我要赌十座城 万一输了呢 我不可能输 黄美 你听我说 你如果再说话的话 小心我治你大罪 九剑弩徒只不能给 他的杀伤力太强了 相信我 你说的话还算数吧 毕竟那可是十座城池呢 啰嗦什么 区区十座城罢了 本公主还不放在眼里 义父人哭都来不起 皇上 若是他敢把九剑弦献给下午 微诚恳请 砍断他的手和酒 反正立下赌约的是他 这已经开始期待 他被剁手的画面了 真的扶起来了 怎么可能 鸡蛋怎么可能扶得起来呢 这不可能 你作弊 我怎么作弊了 这么多人 你哪个人已经看到我作弊了 你怎么知道 用盐就能让杯子里的东西扶起来 这种实验 我小学做了多了去 感谢下国赠送的十座城池 今日过后 楚国会召告天下 十座城池 就这么没了 这 这么轻易 就得到十座城池了 这不是在做梦吧 喂 是我们帮你得到了十座城池 我要再赌一局 再赌一局 但我们不想赌了 拜拜 皇上 末将先行告退 我回来 咱们就这样走了 会不会不太好 你没看到那个公主对你虎视眈眈 小黄迷杀一四起啊 云朵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你是我杨倩的男人 没有我的云许 谁都不准让你 好 明天新店开业 回去好好筹备筹备 比在这强多了 对了 一会儿记得亲自去相府 拿那一千两银子 这年头暗示 嗯 嗯 哎 哎 哎 爹 哎 少爷 嗯 睡着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咱们家这个茶馆啊 连一个人都没影 你怎么能还睡得着呢 这就没客人 啊没有客人 那你就不能想想 怎么去跟别人 抢点客源回来 他们一杯奶茶才卖五个人抢 还带数十块小冰花 我们光买一块冰就得八千万 哎呀 怎么抢 那为我儿了 那你应该再想一想 怎么去抢人家的冰呢 查了嗯 他们好像 有一个神力的机器啊 什么叫什么 哦 这是冰机啊 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兵啊 我派人去偷了啊 在赵臣派的重兵玩 哎呀 我儿长大了 知道为敌分大的啊 嗯 不知道哪一股抢就去吧去 还站着 他插什么插走啊 你这么快点 哥 可 幸好 сказал 我 走吧我們去看看太后 阿菲啊 哎你去幫我把蛋清拿來 哎好的坐下 太后哎 腳欠你來了 你看看 這是我打家的天下 末將參見太后 這裡沒有太后只有儲管事 趙將軍不要認出人哦 可您身份最貴 怎麼能做如此粗筆之事呢 思想要開放開放的懂不懂 這那麼大的楚國 有哪家店 比咱家店生意紅火的 給你點贊 不過這些事情你交給下人做就好了 我要開連鎖店開到三國各地 哎一會我要去美容院 你小心你跟我們去不去 哈那你幫我留三個位置 我要帶著娘和瑞熙一起去 好 OK 你趕快去吧 他在生光那裡一輩子該綁 老太婆 你一個月在這裡多少工錢啊 你是在叫我 廢話 這裡除了你一個人 還有別的老太婆 老太婆 一大把年紀了 還在這裡幹 想必家裡生活很拮据吧 只要你肯做我的內定 我每個月 多給你三百公錢 啊 原來你是想挖我 你知道我們少爺是誰嗎 祖像唯一的兒子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恐怕 你挖不起我 五倍 十倍 十倍工錢 足夠你家人生活很久啊 小青 有人挖我 老太婆你胃口不小啊 想讓我把你也挖了 也行 本少爺 不差這點錢 好啊 我們願意被你挖 只要你挖不起 我就知道 只要本少爺錢給的足夠多 就沒有人拒絕得了 走吧 我們去對面茶館 你們呢 祖上算是燒了高香 能遇到本少爺 我呢 條件很簡單 只要你們幫我偷到製兵機 我每人給你們一百兩 一百兩 咱們就只一百兩 就怕我們偷出來啊 你也不會用 大膽 你敢跟少爺頂嘴 你才大膽 改更愛 該貴女 這麼說話 七七一百兩銀票 就想搞到製兵機 左少爺 您是瞧不起誰呢 兩百兩 五百兩 一千兩 最多三千兩 哎 不能再多了啊 你這三千兩都不夠我塞牙縫 乾娘 哎 等一下 乾娘 我們這個製兵機很多人搶著要的 說不定可以賣個十萬兩 肯定是呀 這放言天下 只有咱們店裡才有製兵機 而且擁有一臺製兵機 有數不盡的財富 很多人想買呢 那要不我們賣給別人得了 價格 可以再談談嘛 要不一萬兩 一萬兩可逆天啊 夠你們幾輩子都花不完啊 一口價 十萬兩 不然我們就賣給別人去 而且製兵機 只有一臺哦 你們 確定能搞到製兵機 搞不到我退錢 少爺三十年 上次賽馬 都一大會 咱們下午的錢 都輸個趙將軍 若子再輸十萬兩 咱們下午 只把兜得和西北風來 你懂什麼 諸國有了製兵機 只要源源不斷地產兵 我們價格價格升高 還怕回不了本 萬一他們搞不來製兵機呢 區區幾個賤民 他們有這個膽子 本少爺 租了他們九族 你要不要碰快點 要 你等著 不就是十萬兩嗎 我這就讓人去籌銀子 是十萬兩黃金 十萬兩黃金 你開什麼玩笑呢 你知不知道 十萬兩黃金意味著什麼 哎呀乾娘 下國使者昨天差人給我送信了 說他們願意花十萬兩黃金 買製兵機 要不我們賣給他們得了 我看行 他十萬兩我要了 但是 咱們別黃金行不行啊 十萬兩黃金 都可以在地圖買好幾條街 十萬兩黃金 我買 不過是一台小小的致兵機 居然有人出十萬兩黃金來 秦啊 我感覺 應該從現代 脫動機再來 你知不知道 十萬兩黃金意味著什麼 你當時大白菜呢 你得得起嗎 他是下國太子 我是下國公主 你說 我們買不買得起啊 當時忘記他們的身份啊 我剛跟他們說好了 我要了 少爺 萬萬不可啊 咱們走上 沒這麼多銀子了 滾一面去 這個執兵機 我自在賓 憑藉這張票 可以到大廈的任何一個當戶 支起十萬兩黃金 哎 鎖公子 你的十萬兩黃金 又在哪呢 哈哈 還在這幹嘛 還不去找我爹拿錢 就算老爺來了 也沒這麼多錢呢 誰說的啊 我成功四十五間店铺的房器和地器 這個嘛 是我相府 一十八座山莊 如果換成黃金的話 我想 應該會有 一十五萬兩黃金了 小小的坐下 哪來那麼多錢 哎呀 又差大了 完了 你都差大了 你急什麼太好 我們先賺錢 我說二十萬兩黃金 二十萬兩黃金 鎖公主啊 你可要想好了啊 就算 你能買回來製兵金 本相想 每個十年八年的 你也回不來本吧 我們下國 有錢 任性 本相 再多加一萬兩 一共是二十一萬兩黃金 三十 爹 在我什麼家 我什麼家 他們家什麼運呀 就算把你腦袋給賣了 也不值三十萬兩黃金 還有 這可是他們大中國國庫 兩個年的總收入 難道我們就不給他們了嗎 別放了 你在家呀 不管你家多少 我們下國 永遠都比你高 三十萬兩可以了 你們兩個 若是拿不出製兵器 不僅是你們 你們家人的性命 也別想要了 既然井公主有如此雅興 四十萬兩 你有那麼多錢嗎 你 這就不許你擔心了 井公主啊 你可想好了 你要是再往上加的話 你的父皇可不會饒了給呦 五十萬 六十 一定是皇上 我非要把這個孫子屁股打開 花不可 這個敗家子 價格太高 不划算 不滿了 算你狠 我們走 四號太婆 看見沒 我們左家家財萬貫 就是太后那個老幼婆在 一樣連我們左家 一根毛也比不上 左相 這麼縱容你兒子的嗎 信不信 我抄了你的九族 你是 太后 爹 楊青蹄太后 謝謝您的六十萬兩黃金 若是這地系是假的 我相信太后啊 一定會租了你的九族 爹 爹 走了 哎呦 喂 哎呀 哎呦 喂 嚇死我了 爹啊 這可整整六十萬兩黃金啊 要是皇上知道我們花這麼多黃金 買一個殖兵金 我們是會怪罪我們的啊 哎呦 喂我的善兒對 造了什麼面呢 我生你這麼個暴徹 那個是太后 爹 可是得罪皇上 我們一樣會被祖九族啊 哼 我跟你說吧 得罪他 你我 不行 我得去求求皇上 啊 一台製兵機 買六十萬兩黃金 哎小慶 那我們要是從懈戴多扛一些回來 是不是可以買下整個天下 太害了 您這件旗袍出了有些久了 要不去我家 我找人多給你做幾件 好 艾家最喜歡旗袍了 走 我乃下國最受寵愛的嫡公主 我能看上你們趙辰 是你們趙家祖焚生煙 勸你們速速修了陽氣那個賤人 乖乖跟我回下國 虛虛一個下國公主 居然在辱罵艾家的該女兒 還妄想讓該女婿 修了小慶 艾家撕了你 就算你是公主又如何 我們趙家 只認陽氣一個嫂子 我哥也只會娶她一個人 一群香巴老 本公主全是滔天 金銀財寶數之不絕 哪是她一個鄉野村富能比 公主怎麼了 我嫂子也很有錢 靠她賣奶茶賺的錢嗎 哎呦 那可真是太多了 就算她這種十輩子 都比不上我一根手指頭 怎麼啊 你是公主 你就了不起嗎 對呀 就是了不起啊 並不是人人都能投身到皇家的 简公主 倩兒並沒有犯妻出之條 我們將軍府 不能修了她 朝蒙公主臺愛 只是我兒無福銷售 老夫人 你最好想清楚了 本公主是什麼身份 她又是什麼身份 為了她得罪了本公主 你覺得划算嗎 來人 打開箱子 這兩個琉璃杯 乃是我們下國的正國之寶 質地精美 造型獨特 我拿它作為聘禮 讓趙成入聚下國 那是給足了你們趙家的面子 取取兩個玻璃杯 就像照趙成委屈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挨家該打賭 你這兩個破玻璃杯 最多只十塊錢 五塊錢我都想跪 又是你們倆 怎麼你們掙錢掙瘋了 可以目光無一切了 這可是琉璃杯 一群香巴佬 巧了 你這兩個破東西 我們還真看不上 就是 這種玻璃杯 我們多少水 想摔多少 就多少 你們瘋了吧 琉璃價值千金 別說摔他們了 你們就算能拿出來一個 本公主就跪下來學狗教 該女兒 把我們的寶貝拿出來 亮下他們的狗野 讓他學狗教 按照公主的意思 是不是誰的琉璃杯多 誰就可以嫁給趙成 是 好 那就讓你看看 什麼才叫真正的琉璃杯 讓你哭著滾出將軍 兩個打嗓的口氣倒是不小 你們要是拿不出來 本公主就做了你們的雙手 挖了你們的眼睛 再割了你們的舌頭 希望公主一會兒 也自信說這個話 將雪幫我去柴房 把右邊第三個箱子給扛出來 還真是將軍府的下人 琉璃那麼貴重的東西 能放在柴房裡嗎 真是天真 再給你一次機會 馬上離開將軍府 這輩子都別來糾纏趙成 你賺錢賺的把腦子給賺壞了吧 真以為那個破箱子出來就贏了嗎 本公主要的是琉璃 琉璃懂不懂啊 類似於這樣的 真是琉璃杯啊 質地的比我的這個還精美 你哪來的 你是不是偷的 我是要偷嗎 這東西我要多少多少 你只是有兩個 我們下國 可是有整整五個呢 五個 那你快來數數 我這一大箱子裡有幾個 天啊 竟然有整整一箱 琉璃價值千金 你哪來這麼多琉璃 你都說不出個所以人 我定讓楚皇年家审問你 你說這琉璃呀 我拆封還有十幾箱呢 要不我送你幾個 哎呦香巴佬 這可是琉璃呀 她能怎麼摔她 她能怎麼捨得呀 琉璃很值錢嗎 我就喜歡聽玻璃破碎的聲音 下國公主拿了兩個 琉璃杯來提琴 想讓你入這下方 公主和夫人就開始跟她比起來 誰得琉璃更好 江巴郎 你知不知道你摔的有多少錢 你剛剛不是說自己富可敵國嗎 怎麼 屈屈幾個玻璃杯就捨不得了 看來你比我這個老太婆和不如 公主 小人建議好好懲罰呀這個瘦老太婆 我該女兒的東西想摔就摔 怎麼 按照你了 公主 我不僅拿出一個 我還拿出一整箱 你是不是該跪下學狗叫了 放肆 本公主是什麼身份 讓我跪下來跟你學狗叫 這絕對不可能 你信不信 我把你們都拖出去砍了 我好怕呀 那你當時讓他們把我拖出去試試 趙將軍 你府裡的下人如此無敛 你還不好好教訓一下他們 你又調皮了 瞧你這小手綱的 反正你會幫我洗 你們 忘了給下國公主介紹了 這位是我的妻子楊慶 上回在店上還見過一次 那她呢 她又是誰 墨將參見太后 太后千歲千歲千千歲 你們真是賞我玩呢 怎麼 剛剛不是說要把我老太婆拖出去砍了嗎 還等什麼 拖啊 原來是楚太后啊 下錦眼珠 都有得罪了 阿家 還是喜歡你目控一切的樣子 等一下 公主 院主服說 你還沒學狗叫呢 本公主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早就知道 你看 這是什麼 你們就算能拿出來一個 本公主就跪下了學狗叫 我怎麼會在裡面 你這是什麼妖說 你快給我放出來了 你信不信 我把這個視頻 讓每個人都看一遍 我相信夏公主也不想丟這個臉吧 你到底想怎樣 趙晨是我羊圈的男人 別人碰到別人 你想要我放棄趙晨 這絕不可能 反正丟人的呀 是我 趙晨 你怎麼說啊 多謝公主厚愛 不過趙晨有小氣一人足以 終此一生不會再娶人 再哪一切 聽到了嗎 我哥只會娶我嫂子一個人 她是不會看上你的 全天下男人多的是 本公主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氣 既然你不時踩一句 本公主還叫不上呢 楊晨 我警告你 若是今天的事 你說出去半分 我盯讓你們趙家 慢慢陪葬 走 公寅太后大驾光臨 快快請進 這件事情太后知道了 本相該不會 放肆 你是誰 趕快本相的去路 六十萬兩黃金 我能幫你凑擋 可家為何不敢與真面目是人呢 你 你 如果我說 我是你先生的小孩 是 相信 你 胡說八道 你 安靜的去吧 你沒有玩什麼意義的 將來會有我來氣 包括 包括 黃碑 大叫人了 這麼多黃金一樣 你說我們怎麼趕回現在 我相信馬車讓他們運到山洞不景 咱們帶一車車再不去 我怕橋海在山洞那邊比我們 那這樣吧 我先去裡面探探情況 你快點被子 他聽他 將軍 大師不好了 黃上派人為不個將軍府 怎麼回事 聽說楊公釀殺了下井故作 嚇過震動 準備發平一百萬攻打出國 我啥時候殺下井了 我咋不知道 肯定是有人誣陷 將軍 你找機會去找太后幫忙 是 黃上驾到 黃上 皇上 皇上 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萬歲 老陳 你看看你幹的好事 這下井公主 下國皇帝最可愛的女兒 你們居然連她也敢殺 你哪個眼睛看到我殺了下井公主 你別以為朕不知道 你生怕著下井公主 跟趙全生出感情 連處處身對下井公主 還在暗想殺人 這顆子彈便是從它傷口中找到的 這個東西 除了你們還有誰有啊 這顆子彈不一樣 跟我們的型號不同 趙將軍 忍了吧 全天下都知道 只有你們 會有這種暗器 不是你們做的還有誰啊 況且在下井公主的屍體上 還有這個手電筒 這個手電筒我沒記錯的話 就是你們公宴上用過的那支手電筒 對吧 這個手電筒是我們的 但人不是我們殺的 一定是有人偷了這手電筒 你怎麼會知道 這個叫手電筒 你是左下還是喬海 在下井公主的屍體上 有了這個手電筒 啊 你們還不承認 皇上 他們殺的人 還具不承認 而且還故意挑拨楚國 跟下國的關係 導致楚下要改戰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我們要楚下反目 為什麼還要支持三國聯軍 皇上 他們所謂的 那把三國聯軍給打敗了 無非是收買 真心罷了 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 圖謀造反 想要最終登上我 你的九五之位呀 左上 你扣得這麼大一頂帽子 若無證據 我定告你一個無限之罪 皇上 趙家世代中烈 卻不會做出謀反之事 皇上 立神建議 將將軍府的一干中人 全部拿下交給下國 已經下國之恨 好 來人 把將軍府滿門抓下來 打入天牢 皇上 老真以為 還是我親自去審問的會好 也許 他能夠做什麼同活呢 也不一定了 本了 嘿 先皇上 老真這就去辦 你快放了 你快放了 他還住不住了 喬海 我快放了他 喬海 想要活命的話 就說出時光隧道的下 我不知道 時光隧道在哪裏 我知道 那你是怎麼回到古代的呀 那你又是怎麼來的 我自然是跟著你們 從山洞裡穿著你 那你可以沿著山洞穿越回去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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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的回答 是我 啊 你沒 你他媽在手撞我嗎 我要是知道 什麼 還用在那跟著你在那耗著 放開他 你說 這天牢裡的士兵 好長時間都沒有碰過女人呢 他們都不知道 女人是什麼俗子 不想这样 你时候要把你交给他们会怎么样呢 你敢 来呢 他是你们的了 记着 只要别给我玩死了怎么都行 相爷放心 我们啊 绝对不会玩死他的 她可是一群告密夫人 还是太后的甘子 你们若是敢碰她 太后不会碰过你们的 我好怕怕呀 太后 太后恐怕都自身难保了 你对太后做了什么 没有做什么 最近呢 子弹多了几颗 那个老太婆呀 太不吃 怎么都不肯说出 时光随道的下 我这个人个叫新山 送他提前进来阎房 你扎了太后 你怎么敢扎他 我又何不敢呢 那个死老太婆 杀了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 如果又是不说出时光隧道的下 下个死就是你们 还他妈等什么你们啊 往后想再找这么漂亮的妞 可没机会了 这是 你怎么才是哪 你怎么才会过来 多夹 站住 赵尔我告诉你 你只要给踏上这个牢房 明天你赵家 你是不是会全部被捉命 看得办吧 吃 我把时光隧道的秘密告诉你 别告诉他 女主嚇到就是神龍嘴盪 我可能需要一個玉珠 找到你去看見了人的世界 那玉珠在哪呢 我告訴你 我要知道你玉珠的下落 你如果不告訴我的話 我就讓皇上 租他的鏡 租然後再把你看他的腦袋 看下來送給西夏 你給我自己好好想想 玉珠被我躺在很遠的地方 我可以帶你去 但我要親眼看到我的親友們 你敢離開 否則我寧願跟你同歸於盡 來呀 你把他們看好 我就給皇上進去 是是 周辰 疼嗎 不疼別哭 怎麼辦 我真的不回藝術 沒事 一會就好了 子彈如果不取出來 傷口會感染的 對不起 是我們要保護好你 讓你受委屈了 你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地方 等我們出去 我們回現場了 不疑遠見了 你是我真的應該離開 帶上美情和若曦 好 你說 太后真的死了嗎 未必 太后也去過現代 經過喬海 對她應該會心生警惕 況死 我也派人安裝保護太后 好大臭色 你是誰 想做什麼 夏太子安排好了馬車 你們的家人也救出來了 快走吧 他為什麼要救我們 夏太子說過 會跑好報答楊神醫的 左相已經死了 那是喬海下班的 若是你放過門 他會追殺你的 快走吧 你不走 先走 你不走我哪兒去 一不換好 左相的人馬上就到了 什麼的 別入錯了 趕緊走 你傷的這麼嚴重 要不我們先找個醫管包扎一下 不行 左相應該快追上來了 只要到了下谷的地界 左相就奈何不了我們 來不及了 夏太子安 我想求你一件事 幫我照顧好小青 呸 這地方怎麼用你眼熟啊 那不是山洞嗎 馬副 快一些 這兒 我東西就藏在山洞附近 如果我們速度夠快 我們就平安了 再快一些 已經夠快的了 我出去攔一看吧 呦 趙將軍 四逃天牢 你可知什麼罪啊 朕要祝你十八族 好一個十八族 皇上您是不是忘了 您的曾外祖母跟趙家也有血緣關係 你敢頂嘴 你都要祝我十八族了 我還怕什麼 左相 你看看這些貂民 朕 朕現在就要殺了他們 皇上放心 他們三個 一個都跑不了 嗯 嗯 我乃夏國太子 你們敢動我 夏國太子 我告訴你 在這荒山野裡 我就是殺了你 誰敢吭聲啊 夏國太子死在這裡 夏國 學不會善罷跟修的 別說一個是大方 等我把大清大寶 全都拿回來 全天下 是我呀 國相 你們在說啥 我問你 壁住在哪裡 玉珠 是什麼 我告訴你們可以 但是你們得答應我放了他們 順不允許 皇上 想不想要恨我的身嗎 想 那就聽我的 好 好了 不要討價還價了 痛快點 趕緊上車 看看道語 是不是能穿不到現在 我拿劲 我也要去 你不准進去 拜託 上車吧 我想看看 到底能不能穿越回去 我要趙晨跟我一起上車 我怕是小皇帝殺了趙晨 好 大爺 趙晨 能做鎮的神娃 那是你的榮幸 左相 你大膽 正剛剛差點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我終於找到誰 跟我随套了啊 我終於可以當孤單霸主了 哈哈哈哈 李相 你 你不會是想造反吧 不 玉林軍還在山洞的另一頭 他們可以隨時過來 給我 快點 時光隧道 只有我一個人可以知道 你們都不可以知道知道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呦 這還沒上車呢 慘了 皇上沒上車 我得回去帶他 喬海手裡有槍 我們要是回去的話 我怕他開槍打死我們 不行 玉珠在我們手裡 皇上回不了古代 他現在很危險 他都要豬你十八族了 你還擔心他做什麼 你這個腿上再不一致的話 恐怕都要廢了 他可以不如 我卻不能不易 我怎麼會嫁給你這樣的老公啊 哈哈哈哈 你幹嘛 你給他們去啊啊 你給傻去 皇上快上車 小辰 你輸了下車 跑啊 那倒是跑啊 跑啊 歷史自有定性 強心饒了時空車 不會有好下車 我去你媽的歷史定論 我告訴你 在這個世界上 使用強者是最強大的 我不僅要當出國的皇帝 我還要當下國 出國的皇帝 甚至 人再到皇帝 你他媽懂嗎 左相 原來 原來想造反的人是你 來人 來人呢 把左相拿下 護駕 護駕 去你媽的 啊 你敢誓君 我看是你的拳腳厲害 還是我的子彈厲害 把柱子給我 給我 哈哈哈 這回 我不是跑不了了 誰都不會交通你了 这么热闹的场面怎么能少了我 走后 你他妈他可真是个狗屁高腰啊 因为我喜欢他 哎你们怎么又走 我可是来救你们的 给我走 老大我们追吗 去把桥海那些手下都给我干 是 大人杀了 你们几个就守在这 万一桥海那边还有落 本少爷亲自你 对 赵春风反 杀了皇上 赵春风反 杀了皇上 皇上不是我杀的 赵将军 你是楚国的郑国大将军 只得是保卫皇上 守卫楚国的河山 你整个杀军 将军 虽然你对我恩重庐山 但是你杀的是皇上 得罪了 你们宁愿相信 进行小诈的左相 也不愿相信 耿直正义的赵将军吗 赵春 我们走 若是今日之色不做了 赵家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娘 还有妹妹 都还在楚国 他们会受我牵连的 乔海不死 楚国 永无宁日 小青 你先回秋上 你要干什么 你伤还有伤 我赵家 满门先烈 为国军居者 不计其数 我的七个兄长 还有父辈们 都在衡阳一战牺牲 郑国大将军 这个称号 就是由此而来 我没有杀了 是有人 假冒几家 杀了皇上 你们可以不相信 但我赵晨 从未做过对楚国不利的事情 对 赵将军冲肝义胆 绝不会做出谋反杀军之事 对啊 要不赵将军帮助我 我一家老小早就饿死了 会不会冤枉了赵将军 赵将军 赵将军 杀了皇上 杀了皇上 给本相拿下 你说赵晨杀了皇帝 你给我证据 皇上临终田 亲自交给我的 皇上还有几位皇帝 就算要成位 也会给他们皇室血脉的人 怎么轮得到 几位王爷参与谋反 早在你下大牢的时候 全都不死了 才哪来的皇室血脉 你草菅人命 我要为那些枉死人杀了你 总将志 建令牌 武镇亲领 他这个令牌肯定是偷的 出国主上有序 这令牌无论是如何得到 都如皇帝亲礼 总将赵将军 否判胜 给本相拿下 胆敢不从这 祝你们就走 你个老不死的小玩命是吧 老娘跟你拼了 赵将军 得罪了 呀 绝对不可能 我要同志一代一同志一代 去那个地狱当皇帝 还没有当过 狂 狂定了 我没有杀了皇上 你们若相信 便让出一条路 你们若不信 我便杀出一条血 你住嘴了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呀 不行 你得回去 你们从哪出现呢 你们等等我 我要每次来一匆匆 去也匆匆啊 是现代 山洞两端都是现代 那我娘 还有若曦他们怎么办 对不起 这就是我家随风 跟你没关系 你还有我 乔海已经死了 皇上也加崩了 楚国没有人 感觉娘和若曦怎么样的 更何况 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这风景有多好吗 不和那边也唱不着 你怎么还追着我们 本招也正式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要追你 滚 乔海呢 你放心吧 以后他再也不会出现了 你把他给杀了 你可别乱讲啊 或许他是喜心革面了呢 我信你个鬼 座拥数百亿 却住这么简陋的 自从认识你们 我才知道 什么叫低调 我在古代攒了那么多黄金 全炮汤了 我的心好痛 别心痛了 我也攒了很多扑民罐罐 四房钱都没了 你还攒了四房钱 没了 真没了 都都交给你了 黄金 古代 你们是要去祭祖吗 屋里好像有人 我不是才交过房租吗 我会房东又在我房间翻东西吧 该不是乔海的人吧 你们怎么才回来 爱笑等你们等了好久 来来来 开这个窝 太后 你怎么来了 哥 你回来了 你快看 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太后带我去了商场 给我买了好多好多新衣服 我一会就换上 陈儿 你可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在手机上面看了一个短剧 叫做 戴着汽车 称霸古代 可好看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看呀 娘 妹妹 你们怎么在这 太后 我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我也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那爹乔海 派人来杀我 还好 我买了房带衣 又有降血的保护 才躲过一紧 哥 太后找到了我们 把我们都带到了现在 可是玉珠还被埋在洞外 你们没有玉珠 怎么回到现在的呀 赵将军 把玉珠藏匿的地方 告诉了将军 将军 把我们带到了现代 他又毁了楚国 你们 难道就没见过他 将军忠心耿耿 如果他爱活着 发生这么大事情 他不可能不过来 看来他已经 姜女 属下见过姜女 见过太后 见过老婆 你没死啊 太好了 日中买在洞外 你怎么都在这 我 我本来跟大主 带着这些车 琉璃打算回楚国的 但是我中途有东西辣了 我就 让府中的大狗先回府中 然后我又迷人路过 琉璃驾驶连着 想来是大狗思春了 不过还好 太散良心 大玉珠没在了洞外 将近没事就好 这些日子了 属下都急疯了 这有借贷 哪里那么多白不冷急 太好了 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以后啊 我们就在现代生活 可是 我们虽然都很喜欢这里 但这里房子太小了 不够住了 买买买 我要给大家买大别墅 你们在说什么东西 你跟外人 你跟家人的事 琴儿 我们很快 也会成为一家人的 以后我们再也倒不了古董了 你得省着点吧 放心吧 卡里还有很多钱 当真 可我已经退房了 喂房东 你把我屋里的东西都搬哪去了 是小青啊 这套房子有人高叫买了 包含家具 你要是有什么东西忘记带 被扔了吧 毕竟那个户主真的超级有钱 扔了 那可都是经常怎么可能扔呢 户主电话多少 他们是通过中介 直接给我打钱 中介都不知道 他们电话号码多少 走 我们去找中介 董事长乔海消失 乔氏集团资金链断裂 宣布破产 在其公司地下密室 找到不少古董 及单具古师 古师容貌复原后 硬是古代大将军夫妻合葬 死亡年纪大概25岁 奇怪的是 里面竟然有位太后跟他们也合葬在一起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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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